發菩提心以避免修道中的盲點 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 各位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上 那我們今天是 107年 西元2018年 我們接下安居 那麼趙冠麗來跟大家講修行的開示 那麼這是通聲俗 但是還是以我們出家人的修行需要 這個作為我們的重要的對象 那因此呢就有這個題目 那麼發菩提心來對峙這個修行中的盲點 那麼我們首先呢要知道就是菩提心是什麼 那修行是有什麼樣的目的 特別是在漢傳佛教修行 我們一開始去學佛聽很多 我們或許就開始聽道 然後呢被告知說也要去學戒 這些都是聽由經由聽道理來的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文 文解 那麼叫做文思修中的文 那聽文了之後呢我們就開始去思考 思考的時候就要對應我們的生活的 或者是生命的 或者是人生的經驗 還有態度 那麼去對應它 對應它之後就開始分別 那是需要分別的 分別說 我聽了一些道理這樣子 我是怎樣 要不我這樣 那道理是這樣 那我做的是怎樣 或者是說道理是這樣 我的經驗又怎樣 要不就是道理是這樣 那我的性格又怎樣 然後最後你就對應出來說 我們跟道理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比如說佛法道理跟講 我們要無我啊 那可是我的經驗中 或者我的習性 我就很有我 那這樣這就有距離了 那怎麼辦 那就我要盡量的讓我跟道理接近 那這個就是文思 思完了之後就要修 修就是讓我聽到的道理 跟我現在真實的狀況 越來越靠近 那這樣子的修行呢 就是很很有道德向的 那也很有具體的方向目標的 帶著我們往前 那去檢別 那文思修 一般理解上就是這個意思 他通識俗人 俗俗人也是啊 招文到戲史可以 我聽道理 我開始覺得有個正確的概念 那我也願意實踐這正確的概念 並且我確定的覺得 我可以實踐這樣子的概念 即便是我早上聽完了 我晚上我就往生了 那我呢沒有遺憾 因為我會帶著正確的概念 而面對死亡 這樣才是招文到戲史可以 但有什麼樣子的道 能夠讓你招文到戲史可以 那就不一定了 儒家有儒家的一般性的解釋 但是佛教要來解釋這個道理的話 那就很深奧 在佛門裡頭也真的有這種故事 他真的是招文到戲史 那個是大悟 那要有開悟才能啊 所以我們理論上說佛教招文到 戲史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啊道業未成 怎麼可以就死掉咧 那是因為我們文到之後 思考了道理的深刻意義 然後最後發現了 我們跟道理還有距離 這個距離不是意願上的距離 是習性上的距離 意願上的距離就是說 我很好啊 我也同意啊 我也願意啊 這是意理上道理上沒有距離 我願意 但習性上呢做不到啊 做不到就是一個習性上的距離 我就做不來 做不來我怎麼 我怎麼可以戲史可以咧 是不是我還沒有完成 這個我跟道理的match 就是結合 這樣子是不可以的 所以佛教就顯得務實 而不是這麼的說說而已 這麼這麼浪漫 招文到戲史可以其實是滿浪漫的看法 他就不是這樣了 他就很務實 那可以從這個精神上我們 要不要讓他轉一下 看他能不能轉 可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看出來說 佛教其實是相當務實的 我在這個桌上看到你們顯然是昨天 昨天本音法師來跟你們講這個題目是吧 是不是很好啊他現在很忙 其實他現在很閒 他就在國外 是這樣 不然就吹那個地上 那個讓他反彈 好 那這個我們佛法在修行當中 確實是要聽聞一些道理 但如果這些道理呢跟你的 今天馬上的實踐都沒什麼關係 或者對你的煩惱的對峙沒有 沒有一個指導性的作用 那那些道理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就不能消化的東西 因為他不能產生作用 你知道我們吃很多東西 我們要去什麼 吃飽了之後我們要怎樣 走走 幹嘛 聽起來是很 聽起來是很 很這個 很 很怪異的 很搞笑的事情 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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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餓肚子 所以沒力氣 然後只好去吃 那吃飽了之後呢 又脹在那裡 非得要去再去把他力氣用掉 然後才讓他消掉 好舒服 但是又餓了 然後再去吃 那到底人生是在幹什麼呢 到底是為了走路去吃 還是為了吃去走路 那結果變成 只是為了在那裡能呼吸而走路 而吃 那叫做生命就是很物質性的 很 很獸性 人是異於動物者己膝 人是異於禽獸者己膝 其實是很難聽 但是那古書就這麼講的嘛 人是異於禽獸者己膝 就是這樣 那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你就變成 你活著只是讓你 因為不怕 怕死或者是不想死 所以你才運用各種方法讓你活著 這樣子你去聽聞教法 那有什麼動力呢 對不對 那你不聽不也活著嗎 是不是 那幹嘛你要聽聞教法 所以聽聞教法顯然不是只是為了聽 那我 但是我常常警告或者是提出提醒 太多太多的 對不起啊 這不是什麼男女眾分別 太多太多的女眾 她的性格是 我就是喜歡聽 至於要不要造成我生命的改變功能 或者動能 再說 所以呢 聽就變成目的 她在聽的時候 我在感覺這聽她是在幹什麼 她就像在看一場電影 不會當真 然後看完了 啊 舒坦一下 嗯不錯 我有在聽經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她沒有產生真正的效益啊 那就是你在那聽 你就是把東西吃進去 然後沒消化啊 或者是只是當做娛樂 這兩件事情 娛樂 你不能說她沒消化 就是因為娛樂了就消化了 是這樣 要不就把它聽進去之後 沒發生作用 沒發生作用 但是她還是會作用的 她終究聽進去一些概念 她會產生什麼作用呢 拿來檢別別人有沒有修行 那這樣就變毒素 她不是拿來變成養分 就好像吃了沒消化 你也沒去運動一樣 這樣聽懂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叫做養分嗎 叫做資糧嗎 她不是啊 她變毒素啊 我們常常講 再怎麼營養的東西吃進肚子 要是沒消化沒吸收 那鐵定變毒素 就這樣 因為她在肚子裡頭有溫度 那會把那個食物呢 毒化 你聽進去的腦袋裡頭的東西 你會有我質的溫度 會把你聽進的道理毒化 毒化成增長我質 因為我懂道理 我知道這樣修行 我知道那樣 所以你沒有 你一點都不慈悲 你看我只會發一點小錯而已 你把我罵成這樣 要不就是說 你看看你這麼有我 你看 我這種事情有需要你罵我罵成這樣嗎 要不就這樣 你看這大料理 你看看她就簡 最簡易的東西做 好可恥喔 一點都不發心 要不就這樣 我當副主持 我當幹部 你看看我今天問大家 要不要來做這個什麼事 沒人發心 沒人發心 我問了沒人發心 什麼道場 這些人 夾蹦棒賽 無論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街位 都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 我們需要別人 在共助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別人 那別人要是沒有你想像中的方式 來相互配合 那就真的說 真的你就很難了 你就可能就是把道理拿出來講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總是一個道場嗎 要維持一個樣貌 那就要 那 那 那作為 作為這個工作的人員 負責的人員 身先士卒 要做給人家看 她就不自由 那被 然後被管理的 或者說沒有什麼職務的人 她恰恰是被人家身先士卒 展示的那個對象 所以我都這樣做 為什麼你沒有這樣做 然後最後你會覺得 你也沒自由 結果就是說 結果變成幹部沒自由 都在做給輕眾看 輕眾沒自由 都有幹部在監督 所以大家都不自由 大家都好辛苦 那你想啊 如果是這樣 大夥共住 那是在幹嘛 那一群不自由的人 在那哀怨 是這樣 那不過當然這也是好事 這哀怨本身 這種煩惱本身是在 佛門裡頭修行的煩惱 這還是基本好事 你還是會提升的 但如果他沒有經由控制 或經由聽經文法當中的一個 反觀內型消化 他就很可能 疾病本來是可以產生抗體的 但卻讓你一病不起 這樣就不行 這樣懂嗎 我們並不怕疾病 疾病產生抗體 會讓你的身體更能夠 更能夠面對外在的衝擊 也就是說 修行當中不求無煩惱 有了煩惱 煩惱即菩提 然後你要轉出智慧來 這是OK 但有的人被煩惱擊倒 擊倒了之後 他就會去那裡 就會去知客室那裡請長假 懂嗎 他就要去請一年 若一年若二年若三年 乃至七年的長假 他不是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他不是 以年計算 他就會變成這樣 其實修行並不擔心煩惱 就是面對煩惱的時候 你走不過來 結果呢 結果你又聽了一大堆道理 這些道理 要不就拿來檢驗別人 要不就拿來看不起自己 你不是這樣 那道理沒用啦 你看我現在不是這麼煩惱嗎 沒有一樣道理我用得上 想當年或者想現在你 你不是正聽了各種道理 覺得很爽嗎 很舒服嗎 很愉悅嗎 昨天本音法師從上午講到下午 不是你們聽得很愉悅嗎 那花叉那麼漂亮 顯然不是為我叉的 是為他叉的 他先來 比如說這意思 不是聽得很愉悅嗎 那他有沒有幫你忙呢 就這些東西你不能白聽啊 你必須檢驗你自己的生命啊 就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我聽那麼多了 真的要用起來說不需要用哪一個 你家裡鋤頭很多 真的要鋤草的時候不要用哪一根 站在那裡都灑在那裡灑好久 因為你只是在蒐集鋤頭 你必須沒有真的用那個鋤頭去什麼 去鋤草 就有點這種意思 就這樣子呢 就變成對外 你變成拿了佛法 你就看外在 那對內 你卻變成是一場笑話 一場隱隱然的對自己的一種否定 因為聽這麼多了 為什麼我還這樣 你就變成這個 這就是飯吃多了 營養分太多又沒消化 你開始會沒信心 因為聽太多了啊 都不管用啊 那這樣聽了還有用嗎 不聽擔心 聽了沒用 那怎麼辦 就是坐在那 不坐在這裡聽 那法治這次要來 不曉得他講什麼 有沒有什麼管用的 我去聽看看 那來聽呢 也不或是聽 聽完了還是茫然 那這樣子一直以來 你就會變成 你就會變成是一種 聽經的一種 不是恐懼 你不會恐懼 但是聽經會變成麻痺 你會變成麻痺 你也知道啦 不能不聽 但聽了也無效 就這種性格就產生了 因為他沒有操作意義 在聽聞的過程裡 你不習慣操作 那說一說而已 那不是真的要做 那夠多可能 那生活這麼慢 陳佛講講而已啦 陳佛三東兩東 道理都不講很高 哪裡能做啊 是這種觀念 很多我們隱藏的這個觀念 所以不聽不可以 聽了也不是你能做的 那這樣怎麼可以呢 所以佛法要很現實 要真的聽了要能操作 能操作又不是說是做什麼的做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我能夠再產生心中的某些動作 或者心中的某一些意念 意念那個道理 然後呢來對應煩惱 不是對付叫對應 對應的意思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來對照他呀 來應對他呀 應對不一定是 不一定叫做對付 這不太一樣 應對的意思呢 有點跟他談合 或者有點跟他理解 或者有點跟他 簽上契約 有點這種意思 也就是說 我不會去要求你說 聽了這個道理之後 馬上斷除煩惱 馬上能夠對付你這些習器 沒辦法 但是你一定 一定要跟你的習器對應上 或者簽一個契約 你比如說 我們今天講無我 那倒 我這個人超有我的 而且本來那個有我 那個我質啊 情況是怎樣 喔這些都叫我質 你情況不知道 那等到法師這麼一講之後 你就說喔那也叫我質喔 那這樣對喔 那不行喔 真不好意思 那這樣怎麼辦 下次我要跟自己講好 少做那個事 至少你要這樣 有一次 那在哪裡呢 那在 那很特別的情況 我只去那麼一次 很沒有印象 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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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有個道場 那怎麼會有個比丘尼呢 那個比丘尼到現在名字我忘記了 他居然跑來來跟我講說 法師啊你能不能在那裡呢 兩天一夜 帶那個宋法華經 那說好 那去 那就有 有一些 有一些居士也去 是這樣 居士去的時候 那他那個 他那個很 他還攜曬很熱 那就是有個窗戶 有個那個落地門 落地門是反射型的 就是人在外面看起來他的光是反射 像一面鏡子 人在裡頭看的話 是往前往外看 所以這樣很恐怖喔 很恐怖 如果這是Hotel的話 這就很恐怖了 你會看 你在裡頭看像一張 一張鏡子 可是人家在背後都在觀賞你 過日子 那就變成什麼呢 這個Live Show 現場Live Show 這樣那很可怕 但是那在大殿理論上是OK 但是那中午休息 休息的時候 哇那真的超熱的 然後那熱 然後水又在外面 我就我想 唉 喝個水吧 我就出來 出來之後我就看到女眾 有個女 有個女眾 欸 他怎麼對我燒手弄汁咧 我就看 這個人是不是瘋了 很好 做那個動作 是這樣 我說唉唷 這個 是不是等一下要告訴那個 那個比丘尼說 欸這個有人快要掛掉了 還是怎麼樣 但我看又不像咧 我才想起來喔 他在照鏡子啦 你了解嗎 他在照鏡子 剛好遇到我出來拿水 我在想怎麼有個人 對我做這種動作 是什麼情形 這樣 是什麼情況 原來我看到他 他看不到我 是這樣 那我這種經驗 就讓我感覺 就說 欸平常嘛 聽經文法 都是正經委做 但是呢 到了非正經 聽經文法的狀態底下 那還在大殿門口 他居然可以運用大殿門口 那一面 反射玻璃 就可以完全按照他平常在家裡生活的樣貌 去過日子 那 宋法華經不是 像於無我發菩提心嗎 怎麼對他 才正在宋 而且我還剛講完 因為他 兼送兼講 兼送兼講 是這樣 兩天一夜 七卷剛好 一步而已啦 就七卷 那就大概就送個 一兩卷講一次 一兩卷講個一次 大概講個三次 這樣 那我還很記得啊 就是說 要捨身見 因為講到那個 牲口意願 那個 私安樂行 那私安樂行 特別講到 那生安樂 生安樂就是 最起碼一定 這個 因為現場也是女眾多啦 那我就講到說 女眾啊不要受這個 這個社會環境的影響 那個說什麼 要胖一點 要瘦一點 哪裡要怎樣 要美白啦 要抽脂 要怎麼樣啦 我說女人 無論是高癌胖瘦 你內心 對了就對了 當然太胖也不好 太瘦也不好啦 對身體有生理上的影響 但是呢 不應該因為這樣而自卑 因為自卑不是 不是依於健康而來的 是依於什麼 依於外在的觀感而來 那這是一種身見 我大概就提了這個事情 那不是他剛提完嗎 他就在那裡 嗯 嗯 就這麼在意外表 這不 可見我剛才都 真笑的 講假的 你懂嗎 剛剛在講 不是對他都沒人笑嗎 因為他吃飯前講完的啊 這樣聽懂嗎 就毫無操作功能 毫無修改功能 不然你也撐個一天半天了嘛 就至少聽著中午那一天 可以撐到下午 可以不要那麼身見 總可以吧 不是 中午就馬上搞上來了 結果後來我就在門口再看 第二個女眾走過來也會這樣 也會這樣喵這麼兩天 因為那邊鏡子太明顯了 你懂嗎 因為他就反射的啊 就是光是反射的 所以走過去一次馬上就看到你自己在那裡 難怪 難怪比丘尼有這麼一條戒 不要掛鏡子 不要照鏡子 原來這個習性這麼重啊 我才終於知道 您為男人 麻煩事真的少很多 就這樣 好幾個就這樣 因為那個鏡子太吸引人 我的意思是 我不管你怎麼吸引人 我剛剛才講完 對你一點作用都沒有嗎 真的沒有 這樣懂了嗎 而且我所認識的那些居士 都不是學佛一天兩天 這樣 都不是一天兩天 就是聽他們的口語 彈起來都不是一天兩天這樣 所以說這樣子就會很慘 因為你就會很多道理在那 然後你的煩惱沒變 道理卻變了 變成什麼 變成壓力 變成煩惱的資源 變成我質 變成在自我裝飾的那些內容 那我懂道理啊 我懂佛法啊 這樣 當然一定比世間不懂 沒聽佛法的 沒歸一三寶的好很多 當然是 但是 這是跟那些沒學會的 沒學佛法當你跟這樣比啊 你要比上不比下啊 對不對 那你要真 往你自己的修道來比的話 那其實是障礙 如果聽聞佛法不操作的話 那真的會障礙 可是操作難喔 操作不容易 我說的話是我自己的話 就是說我也知道不容易 我們自己也知道 所以需要什麼樣 需要兩個核心的概念 一個就是共住 共住有惡人才是價值的 有對 專門對付你的人 這才是有價值的 有那種怪人 你懂意思嗎 有那種怪人 共住的最高價值就是 有那個怪到不行的人 你坐在那好好 他都要惹你的這種人 我沒惹你啊 我沒 我什麼話都沒對你說 你天天就找我麻煩 這種人啊 那真的要燒香禮拜 絕對是你的善知識 也是你今生修行的曙光 因為你麻痺了 這種人專門用簪子 轉子去搞你 讓你審一下 這樣 不然你會覺得自我感覺良好啊 你看看 我常來這裡看 我說女眾的道場 能夠見成像你們這樣 這很難得 所以你們那個 你們的衣食父母 就坐在後面那位 現在坐在輪椅上的那位 要跟他拜一下 是怎樣 讓他多活久一點 他的福報夠 懂嗎 那他撐住 那你們要趕快頂上來 能住在這樣 你久久你就會麻痺 不是一切都天然嗎 是不是 進了來了之後 開冷氣開燈 好像是應該有的 是不是啊 當然沒冷氣誰桌的下去 誰這裡桌的下去 桌不下去 是 但是這些都不是應該 本來就這樣的 他都是福報 撐上來 撐上來 但因為習慣了嘛 習慣了 你會覺得這一切都天然 那就漸漸麻痺 今天麻痺之後你就怎麼樣 你就覺得我很好啊 OK的啊 所以因此風吹草動 你都覺得很不舒服 你習慣於安逸 這就是麻痺化了 你缺乏一個什麼 缺乏一個善的人來刺激 那個善的人就是惡人 惡人就是善 人間顛倒嘛 就是這意思 從修道的立場來說 惡人就是你的善因緣 好人 卻不一定是你的善因緣 那好人 你們就會 互相好到一塊去了 要不就生執著 要不就感覺良好 要不就安逸於現狀 那就少於突破 那女眾又不方便醒腳 那男眾呢 男眾現在也不太想醒腳 因為太勞累 再來醒腳去哪餐呢 大家有時候門戶 門戶之劍又重 所以呢 你又只要自己弄 自己修行 而自己修行 沒有所謂的同參道友的加持 稱上 那你覺得我很好啊 那就安逸於現狀 漸漸的你就不想動 不想變 不想改 也不想承擔 以上這些都叫做麻痺化 你修道就麻痺化 漸化 漸化 你可能是一個四十歲的人 但是你的腦 你的肚子裡頭那修行人 已經臨入滅了 臨死掉了 因為你漸化掉了 要死的人才是不動的 要死人才是不能動的 你的那個修行心就不動了 所以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周邊的那些惡知識 我們講的惡知識善農 就是說他專門來搞你的 有理沒理就搞你兩下子 刺激你兩下子 無論是輕重或者不擔任職務的人 來觸腦這個直視 還是直視反過來要求你 以規矩道理來要求你 這些他都發自於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直視他用這個共駐規約來要求你 他絕對有道理 因為共駐規約 那非直視的人呢 他用什麼呢 他用他不願意遵守或者耍小手段 然後來躲避這個規矩來對付你 那也是有他道理 因為他叫我直 因為叫做自我愛 他本來就會這樣 我們如果不學佛 我們會跟他一樣 所以直視也不要認為說 他就是沒道理 他有道理 他就是那個我直的道理 我直是天下最重要的道理 你要知道 為什麼要講民主話 就是因為大家有我直 所以為什麼要聽他的 所以大家來說來談 以前比拳頭現在比人頭 比較進步一點 那麼就叫做民主 用投票 這本身就是因為假設 每一個人都有我直 所以我們說民主社會 是要尊重彼此 為什麼要尊重 因為大家都有我直 所以我直是道理 你不要以為那不是道理 還沒修行或者修行沒到位 他就我直就是他的道理 所以你作為一個直視 你也要看到 他為什麼會這樣反應 他就我直咩 我直就是通天一下最重要的道理 為什麼我們不殺道理 就是因為避免觸腦眾生的我直 撒哈羅漢 沒有什麼 他也不會來報復你 撒哈忍辱先人 你看把他砍手砍腳的 他說他發怨下次跟你結好緣 第一個來度你 你看看 是不是 你明明在做那種殺他的事 他還無意藉此來度你 這就是人家沒有我直 是不是 一切殺到贏都是為了對付我直而來 所以我則是最大 我們有他也有 所以共駐當中 一切都用我直對應著 雖然幹部會比較用道理來跟你講 你也會用我直來跟他對抗 你也會痛苦 你會覺得顏面無光也會 通通就在這裡 所以共駐當中的那種安逸感 就可能降低 何以顧 因為大家會有互助的互動 這種互動會動用到我直的煩惱性 煩惱性一起來之後 你就應該要把聽到的道理拿來思考 拿來對應 對應的時候就發現 是我這個煩惱放不下 哎呀我這放逸放不下 哎呀我這個顛倒像放不下 我才會剛剛生煩惱 那怎麼辦 說自己錯了 要求懺悔 這時候常駐在拜燦的時候 你就會欣然的想要加入拜燦 他就變成主動 你就不那麼麻痹拜燦 說不去要點名 點名的說不到要被罵 要怎麼樣 好倒楣喔 哇修行如果變這樣就很怪 但是你已經不會了 你剛剛這種想法一有了之後 你就說啊對對對對對 常駐安排這個很好 我要去拜燦 你就會主動啦 你就不麻痹了 你不是安排了嗎 聽課就聽嘛 聽課不是了 聽課要懂道理 道理要來用 這樣子呢使得你不再麻痹 這第一種原因 第一種共助 你需要用這種方法 共助當中的互相激盪 互相約定 互相約定當中一定有人不守約定 包括我們自己建立約定的人也會 不容易守 這個時候就是怎麼樣 就是互相會激盪出我們的煩惱 然後就會拿佛法來運用 好那麼這樣修道呢 所以共助真的是有價值 不要任意的 輕易的說我要請假 若一年若二年 不要這樣想 就在這裡 再怎麼煩惱它都有價值 也不要想像的我出去外面住呢 比較專注沒有 那個就沒有所謂專注了 因為你一個人住啊 就沒有專注的意義了 沒有專注 因為周邊沒有影響啊 你這樣怎麼專注 沒有辦法專注 你不是這麼樣的項魚道的 不破本餐不駐山 不破崇山不閉關 意思是什麼 意思說你沒有見性的人 你去駐山 你去駐山 你駐山你是放逸而已 你不能夠在鑑性當中 進一步的來了知 了知這個什麼呢 佛性的本然 你不能掌握它 你閉關 你只是做表面功夫啊 你找不到老大 找不到新主 這些就禪宗的人講是這樣 拿來引 拿來譬喻或者借用在 你個人 個人住跟共住的意義上 你也可以看出來 怎麼說呢 因為你對於修行的道理 我職的認知跟掌握 你都麻痹 要不就是抓不住他 你說你自己去用功 你想像的到的用功 無非就是去住 住毛棚自己住 或者約兩個人住 你想想看 要不要吃 要不要喝 要不要講話 要不要互相配合 然後呢 要不要有錢 這些你要應付這些 要多麻煩啊 吃要去買 買了要煮 煮了就要洗 洗了就要吃 吃完了還要洗 還在洗那些東西 你要耗掉多少精力 你要在大眾當中互輪 那就不同了 對不對 今天我煮明天你煮 我可以吊著休息一下 或者這半年我煮 下半年你煮 我們至少我可以換出 完全半年的什麼樣 專心用功 跟你一輩子住在毛棚裡 一輩子要為自己吃啊 住啊洗啊 拆啊 找啊買啊 你一輩子要這樣幹 你完全沒有鬆懈的可能 你說你這樣有比較長嗎 有比較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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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較好嗎 你想像 不過就是那個念頭 說服了你自己 假設這樣比較好 所以你若一年若二年你要請假 你騙自己 真正能大用功的人呢 他是哪怕在煮哪怕在弄 他都在用功 所以他能這樣做 不過人家叢林裡更棒 他說你已經破本餐的人 你去闢關了 你去住山 我們常住幫你送飯 你已經到那個程度了嘛 你不會放義了嘛 你看看 這還是共諸的價值 還怕他太勞累 會壞掉那個正念 不能夠一路開悟到底 他為了要成就這種人 你已經修道到那個程度了 你自然會去跟常住講 人家常住自然會感受 他雖然沒有開悟 但他會感受到你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樂意煮飯給你吃 送菜給你 送飯菜給你 送若一年若二年若三年 大家都有功德 那時候大家都有功德 你修的人上路 送的人護法的人得福報大因緣 你看這還是要共諸才做得到 懂嗎 懂意思嗎 人不一定要多多 共諸人不一定要多多 要多到多少才好 不一定 但是大家有這種貢劍 你就不麻痺 你也不會想像著 你自己在那邊瞎搞 出去外面自己弄會更好 不要這樣想 從常住當中的人 其實大部分 對我們這種有我值的每一個個人來說 都是壞人 你要知道 因為大家都用我值來對應啊 是這樣子 我今天本來有 資格師傅跟我講說 本來有一個比修師傅也要來 但是呢 平常人員太差 人家有車也不想載他 所以他只要鼻子一摸 吃自己 今天就不能來這裡領紅包 因為我一來的時候 和尚尼超級給面子的 就高聲暢言 若來則比丘 美人給若甘元 是這樣 結果他就沒有辦法 多一筆外快 收到一筆外快 然後呢 他被描述為到處惹人厭的傢伙 你懂個意思嗎 那這種人正是常住的寶貝 因為他居然犧牲自己 你看至少這一次的紅包就沒拿到 對不對 他犧牲自己 成就他人 讓別人都努力的修忍辱 他這個人怪異到怎樣 他打寶宗谷啊 他可以打一打 覺得這個宗不好 他就收走了 你懂嗎 是這樣 然後突然間要去打宗谷 怎麼整個大電流 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 幹嘛 宗谷的那個宗不見了 然後他才信然然的說 我又收到紅包綠啊 還這樣 然後他這個人特別怕熱 然後呢 他害怕人家把他的冷氣遙控器給弄壞了 他自己收走耶 收到他房間耶 收到他抽屜耶 然後人家來熱了要死 騙巡不著遙控器 然後才想到 這個傢伙不是都愛用冷氣的嗎 去找他 然後他才信然然的說 我輸起來啦 不然怎樣 他就怪人 然後他的飯量可以有三個人的量 吃跟他骨做跟他骨 吃跟牛一樣 做的跟什麼烏龜一樣 慢吞吞 那這種人呢 當然讓人覺得太沒道理了 欸 是啊 但這就在照應我們的內心嘛 這個沒道理的 那他出了咬家耶 他在那出家 他也到處惹人厭 他還覺得很愉悅 是這樣 這死 這腦袋是什麼毛病啊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關照自己說 我們要像他的話 我們會過得很不自在 但他過得自在 他專門惹人的人 他好像過得滿自在 然後他有時候走路也不綁綁腿 不綁綁腿人家就罵他 我們道場這樣威仪很差耶 他說他如果血液循環不好 然後就跑來跟我講說 我要做成那樣那樣那樣 但是他做成那樣那樣那樣 我就答應他啦 可是他偶爾還是不那樣子 偶爾不那樣子之後 就有人指出來說你這樣不對 然後他又去罵人家說 你芥辣比我低 為什麼要說我 我說這跟芥辣什麼關係啊 就你沒有威仪 誰都可以說你啊 他專門搞我的 我說你剛好而已啦 你也專門搞人家 是這樣 所以這樣了解嗎 這種人也算是奇葩 在佛門當中 讓所有人都不能夠麻痺 因為都要對付他 都要隨時警覺自己的修養 有沒有被他搞到暴怒 你了解這意思嗎 這就是一個道場的價值啊 幹嘛 魯柏川那海啊 那川不是每一條川都是長江嗎 都是黃河 這麼溫文爾雅 不是 有那小暴溪 小溪小流 有那種專門的湊水溝 也是要進大海的啊 對不對 大海是納百川 也納百溝 也納百渠 溝 溝 是髒髒臭臭的 但是人家就叫做佛法 佛法他能夠容讓 能夠長養 能夠轉變這個價值 是因為每一個人 有那個修道的概念 有那個修道的概念 當然啦有人會這樣說啊 大家忍耐有限度的啦 他這樣搞了大家出不了 當然這個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擴止啊 有一個不能超過到 常行之外 這就是所謂的規矩 是用在這裡的 懂嗎 規矩沒有用在很細很刻的地方 一點點動靜就要跳出來 呵斥他 那變成恐怖主義 佛法的恐怖主義 或者基本教義派 用很精確很嚴苛的方式來看待彼此 然後每一個都變成修道警察 懂意思嗎 那每一個人都是修行的FBI 那這樣就很恐怖的 馬上隨時都隔牆有耳 那種樣子那就也是 至少在凡夫的我們今天當前啦 大家就真的受不了 那麼我們就是給一個空間 那麼相互之間呢 有一個增喪的功能 這在當前的社會 因緣呢是 是 是一個安頓的方法 因為當然我們得它利益 這個時代在改變 我們對於共駐的價值不能放棄 但對共駐的方式 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跟 或者說叫做調整 我們可能會看古德 古德那修行不得了 但是你要知道古時候的文字紀錄 都是很珍貴的 為什麼 枝也貴 所以更早之前沒有紙的時候 是用竹子 對不對 竹簡 對吧 那竹簡 剛開始還 我們可以看到在竹簡上面寫毛筆字 更早更可怕 沒毛筆的時候 怎麼用刀子刻 那更寫字要更少 所以說古來在紀錄高深大德的修行的時候 他在深煩惱 他過去修行修不好 被檢討的那一段 他是沒有人會紀錄的 他的紀錄在成就的那一部分 他曾經修行的生病 然後痛苦甚至灰心 也沒有人會紀錄 他也不會去講 因為那不是什麼光鮮的事 但是呢 憲神通啦 菩提心自在啦 利益眾生啦 這個會被張揚 會被紀錄 會被歌頌 他寫的會這個 因為文字本來就要少 紀錄的成本本來就很高 你寫那裸裏巴說的 你要那個怎樣 沒有人要寫那個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紀錄下來都是抽樣的 精脆化了的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 也可能會被神化了的 的那些高深大的行儀 那很好 可以增加信心 能諾夫力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懈戴著人能夠展生那種精進的心 這很好 可是我們拿那種標準要來要求 我們今天共助的姻緣 那就大家彼此過不去了 我沒那個能耐 我們可能還是凡夫 那那些古大德可能累劫勢勤修 我們呢 我們也是累劫來的 我們都再來人 上輩子輪回再來 但可能我們上輩子還在監獄裡頭 還不過是一條牛 現在投胎做人呢 三生有幸 能夠失誤替度你已經很難得了 你能夠要求他一下變大德嗎 不能啊 可是我們讀的古書 常常是大德水準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像我們周邊的 應該那樣應該這樣 哇 那大家過不去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要知道要不同 例如昨天 我才跟我們這個時候聊天 我才聊到說 我們現在坐在這裡的一位叫做 上本下輝師父 我突然間 才想到他 哇他真是奇葩耶 怎麼說呢 以今天啊 前天我是接著大昂法師的電話 他就跟我們講 啊現在的男眾女眾啊 都不好好學啊 佛學院啊 沒多少人啊 一個三五十二十人啊 這個實在是啊 如何怎麼辦 哎呀 那個連那個喔 那個能讀書的啦 都不願意讀佛學院啊 賢辛苦啊 不願意人家管啊 我說對啊 現在人真是太好意勿勞了 如何如何 我就講到這樣 我突然才想到 我跟音書聊天 我才想到 對喔 想二十年前 我們輝師父來到萬佛 來到那個南普陀的時候 他連他的名字 梁春林三個字都寫不太好 這樣子字都寫不太好 小學才有畢業 這種人怎麼會發大心 要來讀佛學院 真是奇葩 真是難得 在今天絕沒有這種人 今天讀完大學 他都不願意讀佛學院 不願意去受學 而他居然願意 我沒有一個人認識他耶 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我聽他講是說 不知道誰誰誰誰 跟他講說 你在楓原啊 就組車子 他在組那個什麼呢 那個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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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搬運車 組車組車 做黑手這樣 他想出家 然後居然人家跟他講 你要去奪佛學 他居然就信了 學居然就跑來了 他真敢耶 你看 才二十年而已 這種人沒有了 不但沒有了 讀書的人 要去讀佛學 他也不願意去讀了 我很自在啊 我幹嘛去讀 我自己網路看就懂了啊 我幹嘛去讀 這種想法就出現了 直線 是不是 所以說啊 二三十年是一代 人家講三十年一代 那真的是三十年過後 一代 這一代就不同 我們不好說什麼 一代不如一代 這種話不好講 要不這樣講 人家會講我們啊 所以沒什麼好這樣講 我是說不一樣 所以說共註 大家要更珍惜 這就是因為互相 不要讓你自己的那個 佛法的修行的功能 就是聽經文法文思 最後要去怎麼修 他失去了動能麻痹掉了 就要靠著共註來互相抵制 互相的抵立 互相的產生作用 所以任何共註過程當中的 深煩惱項 其實他都是功德 雖然很辛苦 很討厭 因為他煩惱當然很辛苦啦 當然討厭啦 但是你得要接受 不然自俗人的家庭生活 他這種煩惱 他跳出來學佛 他就是因為有煩惱 他才跳出來學佛 如果世俗家庭 你看看五欲自在 他幹什麼跳出來學佛 你當年也是有家庭的 為什麼要跳出來學佛 不過就是因為煩惱 才逼著你學佛 現在你在 你已經跳出來 我說出家人的話 你已經跳出來了 或者在家人 你懂得來學佛了 那這些煩惱呢 他一定找 他永遠就是你的善知識 那煩惱不會自己產生的 就是因為人在互相產生 人在產生 那麼你知道 你是跟一群修道人 在產生煩惱 那三生有幸啊 你好歹不是被在家人 對你生煩惱 我說如果這道場當中 是這樣 是都是一群出家人的話 那大家都是出家人 誰給誰生煩惱 就像兄弟姐妹生煩惱一樣 他不會太餓 他本質就要增長你的價值 一定要有這種記得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修行不容易 好這就是 聽聞佛法 你怎麼樣 你要產生作用 這裡頭外面有提到菩提心 我是說 他 身聞人也要這樣 大乘人當然也要這樣 那麼要能夠產生 聽聞佛法產生作用力 那必須在大眾當中訓一修 這裡頭互相的產生煩惱像 你才能夠應對 所謂的應對的意思是 既是消浮煩惱 還沒消浮煩惱 之前面對看到煩惱 我是這樣人 我被人家這樣看 我被人家這樣要求 好慚愧啊 或者我被人家這樣對待 好倒楣啊 他內交更沒道理 任何可能性都可能發生 但無論如何 沒有他人錯 只有自己錯 因為這是夜感所造啊 所以深煩惱就是自己錯 不要怪別人 你這樣才能修行 但這還沒提到菩提心喔 我只是說這個是基礎修行 你如果不這樣理解 你就很難產生精進的修行 麻痹了 一麻痹就不精進 你就這樣過日子過日子過日子 反正天塌下來 有一個物光和尚你頂著 沒有的話也有繼承者頂著 反正跟我無關 你會這樣想你就麻痹 你就不會再增傷 所以要共住 好啦 那麼這一段講完了 接著就是 那光這樣子夠不夠 還不夠 因為這樣只是保持不退 有一個能面對的心 聽經文法也懂得面對 然後面對煩惱也懂得面對 聽經文法懂得去對應 不是面對 懂得去對應 對應我自己的身心真實像是怎樣 這是很好的 但也只是對應 你可能對應出一個結論來就是 很身文稱的自我了生死的概念 你很用功 但是也就是沒發菩提心嘛 你也很用功 你身文人也很發菩提心 也很用功啊 是不是這樣子 很精進啊 精進者七世可以證阿羅漢國啊 百劫最慢 發聲文心的人 百劫一定會證阿羅漢國 再慢百劫最快的話 七世就能 如果你過去就有修 有修有修 修到這第六世 上一次第六世 第七世 都是這樣精進用功的話 有可能 但這不是死的啦 就是說最快可以快到這樣 因為消掉那個習氣大概 大概大概是怎樣 有這種說法 好啦 那所以說人家可以精進嘛 那如果我只是這樣講的話 那你這樣精進還是生文法 那不是我們對佛法更高的認知 所以今天的題目會 又再進一步會導引說 以發菩提心來面對 來超越修行的盲點 那就層次就拉高起來了 剛剛的前這一段所說的 通通只是在安頓你不肉師的部分而已 那這樣 那接著就是要往前進 再不肉師 再不顛倒 再不錯解的情況 你會聽文佛法 聽大聖小聖都聽了很多 當然你應該是要聽大聖的 大聖佛法聽了好多了 沒產生作用 那這樣不行 那麼你老是要搞自己的小圈圈 或小毛棚 這樣子危險 不能精進 那麼如果你在大眾共住當中 你面對這些煩惱 你拒絕思維 你拒絕運用佛法 你躲避 你隱藏在大眾當中 潛水在大眾當中 你麻痹這樣也不行 三種自己都不行 這樣懂嗎 聽而不思不休 不調整自己 不對應自己的煩惱不行 離群去小住 去個人去住小毛棚 這樣不好 那麼再來 大眾當中隱藏在那裡 然後不發心 麻痹在那也不好 這三樣都不好 你要懂得這樣子不好 那問題是要怎樣才能好 那怎樣才能對 好 那麼這就要往前走了 要往前去 怎樣才能好 那就是要發菩提心 才是往前對的好 不發菩提心你就慘了 怎麼說呢 慘了也不能這樣講了 就是說不發菩提心就會認錯路頭 結果呢就 就累結勳修 結果入化成 要不就是走齊路 要不就是 一切修行就像什麼 就像武術家練武術 仙家六仙 練仙道 不過就是背後隱藏了一個隱藏著的一個 一個習性我職在真上而已 哪怕他有神通也一樣 神通通外道啊 也一樣 所以修道很有禪定 很多出家人很有禪定 那眼看起來還蠻無欲的 無欲則剛 也很好 也很神秘 也有神通 但是呢 整個佛法的心衰他不放心上 或者不用心更作意 或者是不是不放心上 但他也覺得 那好像不是他能耐可及的 就這樣 他說他不放心上 做個出家不放心上 可能也太過了 但是他就是 他不更深刻的 為眾生而頂上熱輪轉 而在所不辭 他就不會發這個心 那空有神通空有禪定 那是志在想 這個呢在檢討民國初年的時候 一位挑戰這件事情最明顯的人 他的歷史意義到現在都 還沒有被完全彰顯出來 我們也漸漸在這個年齡 我們漸漸看到了 這個情況 那到底要怎樣 所以我也不會說 我說了算 不是 但我提出這個概念 提出這個概念 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我們很傳統 不是說現在不傳統 不是意思 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我們大概接觸到 民國更以前的 那樣子的一個修行樣態 那樣子的一個修行樣態 修行樣態 但那無非就是一個很安穩的很傳統的 沒有電話 沒有報紙 沒有一般的社會教育 世俗受世俗教育很少的 也都精英 社會中的精英才受到 世俗的教育 知書打理 剩下來的社會很安寧 不會怎麼樣子變化的一種世代 清朝明清以前 一直到中國的佛教傳入的2000年前 這段時間幾乎都這樣 所以我們所領受到的佛法樣貌 跟修行跟發心的樣貌 不會太複雜 你要知道 在民國以前的世界 或者叫中國的世界 華人的世界裡 特別是以中國大陸為代表 的這樣一個佛法的一個最主要發展地區 他是連報紙 連國民教育都沒有的 就在100年前 你這樣聽懂意思嗎 你不要說什麼手機啦 網路啦 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沒有 還有毛筆寫字什麼的 這個在100年前往前推 2000年都這樣 他是沒變的 整個社會樣態基本沒變 寫信 靠馬 甚至沒有火車 沒有汽車 沒有船可以傳遞 都沒變 所以你在這100年前往前看 的所有修道人的樣貌 累積了2000年 幾乎都沒什麼帶差差別 朝代有差別 整個生活樣態沒差別 包括人民的基礎 閱讀能力 或者是學問能力也沒差別 你看都是帝制 都是社會經驗 少數的社會精英有讀書 然後呢被皇帝收編 每天才去那裡喊 萬歲萬萬歲 然後呢說的是什麼呢 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無非就是在皇帝老爺子那裡 拿個一官半職 最後老年的時候 什麼 異景還鄉 讀書人的生命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對不對 那朝代跟朝代之間 常常是因為乾旱啦 民不聊生啦 皇帝幾代的末代皇帝呢 不知民間疾苦啦 然後呢 鋼壁自用啦 然後財 國政財 國 財政 匱乏啦 然後呢 苛刻的收稅啦 引起民間的反抗意志啦 寧可沒命了也要幹架 也要革命 因為不革命也死 革命還不一定死 那兩權相害舉其心 當然就搞革命 一代一代革命都這樣來 不然他是很安穩的喔 餵飽了中國人就安穩了 這兩千年 你整體來看是這樣 這就讓我們獨到的聖 獨到的聖人 獨到的修行人 他是在一個很安穩的 基本安穩 好吧 就算當中有一些 有一些大德是在那個 朝代之間變化生活 但他的社會樣貌是固定的 一樣的 民風樸實 知見不流通 閱讀能力有限 然後呢 國民的這個通識教育 是基本沒有的 然後都在帝制之下 兩千年都這樣 看到沒有 那這個時候我們沒有 我們突然間 我們今天的生活是怎樣 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得到 全世界你拿得到的知識 包括照火箭 幾乎華人的社會裡頭 文盲已經找不到 我是指台灣啦 大陸啦 香港啦 澳門啦這樣 這樣已經找不到 我說近一二十年代 三十年 然後呢你在網路上面 想要找到什麼資訊的話 誰都騙不了誰 因為一直要動動指頭就可以 自己有一套解讀 因為你找的資料 跟他找的資料 你願意讀的 跟他願意讀的 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相信 你說的全對 因為他擁有找尋資料的 很廉價的能力 甚至不用錢 一個月繳499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對不對才剛過嘛 是不是這樣 聽說有一個 聽說有一個天在推299 是不是要再去排隊 我不知道 我們非常廉價 就能找到我們自認為的訊息 這在中國古代 或者全世界的過去 是不可能的 那現在發生這個事了 所以人的自我見解 他就更加的 更加的自我鞏固 更加的難以你說了算 這樣子 誰說了算 就更加不容易 有沒有 我剛剛是拿我們灰師物做的比喻說 前後30年 已經找不到他這樣子的人了 這樣心情的人了 根本沒在讀書的人 怎麼會去想要讀佛學院 這簡直瘋了 在這個時代沒有人 但這才前後差20年而已 好快好快好快 為什麼 因為知識的獲取 訊息的獲取 已經成本近乎零 難度近乎無 在這種情況下 人的賤著煎著煩惱著 的產生成本也近乎零 所以你要產生煩惱 跟賤的著 可以刹那之間就升起 所以你想這樣共住有多難 這從大歷史來看 我們三十年來的變化 是這個世界集兩千年的變化 還要大 這個世界往前推兩千年 它的從 累積了兩千年 在中國算是世界文明發達地區 的變化 就不要談歐洲早年 那個黑暗期 這兩千年的變化 累積的大變動的曲線 還不到這三十年的變化 你要知道 多可怕 所以我們是一群 第一群 第一群迎來這個大變化浪頭的出家人 我們沒有潛力可尋 你要知道 我們是沒有潛力可尋的 我們面對的一群人 包括我們自己 都不是古代的那個樣貌 是不是 有沒有感受到 對不對 古代的大德 怎麼可能要去找一個 製造太空梭的技術 你要怎麼找 但現在你成本等於零 近乎零啦 當然要可能要讀一點外文 所以你要去補習一下 近乎等於零 你就可以拿得到 特別在中國大陸很多人很閒 他會去把那英文翻譯成中文 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讀外文 你搞不好找得到很多怪異的知識 怎麼製造炸彈絕對有 你懂嗎 看哪個人不爽 你要去製造炸彈絕對有 現在還可以3D列印手槍 所以這就是見著煩惱著的社會 已經不是世尊 當年講你覺得可以聽聽而已 他是真正面臨如排山倒海的升起 而且你可以發現 他是越來越強 以等比極速的方法在增強 而不是線性極速 他是以倍數再加強叫等比 倍數再加強 不是以線性的1啊2啊3啊4啊這樣再加強 是以1變2 2變4 4變8 8變16 這樣再增強 這樣聽懂嗎 聽懂這不是比喻喔 這真的在發生 真的在發生 那麼你當你面對這樣 你稍不發大心 這個社會就又變樣 你稍不發普提心 去觀照整個世界的變化 你周邊的人正在被世界 隨時的變化影響 以前的變化影響 在村子裡變化影響就很了不起了 我們的知識跟消息 出不了村外你要知道 過去啊為什麼 因為隔了村啊 語言就不通了 隔了一座山 那個山那邊的人用的方言 跟我這個地方的方言就不通了 他無法溝通了 然後用文字不普及對不對 所以也沒辦法用寫字 也沒辦法用語言 結果就遇到了隔壁村子的那個村 那個村子的人就是用手筆 用手筆 所以他之間是不流通 現在才不是的 現在流通在全世界的哪個角落裡頭 都可能在你的零成本的手機當中出現訊息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好可怕 所以我們就見著煩惱著 本來沒那種慾望的 他會產生那個慾望 本來沒那個見解的 他會產生那個見解 本來沒那種分別的 他會產生那種分別 本來沒那個經驗的 你會親眼看到那個經驗 為什麼 因為網路太訊息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在 資訊流裡頭被掩沒 那就我們腦袋就會 莫名的就堆疊太多 根本與解脫與修行 與超越無關的訊息 那你又不發菩提心 哇那你累積這些 本來應該這些資訊 本來可以變成滋養的 比如說廣學多文成就菩薩的這種心 菩薩應該廣學多文 八大人學家這樣教我們 現在不是 是廣學也不是要學 是廣勳 然後也 你說多文嘛 那叫做多知見 你說他是叫做多文 一般來講多文是在講佛法的多文 那現在是什麼 是世間煩惱法的多文 你我可以拒絕 但你周邊的道友不一定 是不是 來這裡出家的人也不一定 你斷得了一死 你也斷不了一世 你終究要面對這個世界 所以為今之道 不是斷絕資訊流這個問題而已 資訊流要控制當然要 你必須養成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你怎麼運用資訊流 第二個是運用資訊流來幹嘛 你怎麼面對資訊流 你不能被他淹沒 第二個是你怎麼運用資訊流 來做些什麼事 來做發菩提心的事 因為眾生的訊息來自於四面八方 使得你對四面八方的理解更多了 因此你就更有機會 為四面八方的一切眾生發菩提心 你必須順水推舟 產生更強勁而有力的修行能力 你才能面對這麼複雜的資訊 見著煩惱著 只有發菩提心 因為你看佛陀多麼清淨 來此世間八千凡 來此世間八千凡 什麼意思啊 就是世尊喔 久遠照在無量無邊節以前 那個大通至聖佛以前就已經成佛 那是三千大千世界某一圍城 不是此世界某一圍城 是三千大千世界某一圍城 然後呢 過三千大千世界弱一點 然後就把這些層都用完了之後呢 所有經歷的世界再都某一圍 那一層一結 過這樣子的層結術 還無量百千萬億 世尊在那個時候成佛 然後來我們沙佛世界 視線的就有八千次 你想想看 這些時候會有多少高度文明的時候 他都來 他來發菩提心 他還來能夠度化那些眾生 那麼我們不算高度文明 我們目前為止 但已經發展成這個樣了 見著了對不對 越高度的文明越見著 因為文明是知見 知識累積出來的 特別容易流通的知識 那就會產生更多 基於我職所要產生的方便 愉快 自在 容易做的事情 這些就叫文明 懂嗎 以前寫一封信要一個月 現在寫一封信一秒就到他手機上了 他要一不小心化開第二秒鐘 你就開始說他對你已讀不回 你就開始產生焦慮 而他一直沒有空回覆你 他也產生焦慮 你看現在是這樣 這叫做文明你懂嗎 這叫文明 然後最後如果三個小時過後還不回 你們就產生對抗 那時候會鬆壞 看都不會給他回 馬上就產生 人緣之間的關係好薄弱 好脆弱了 你看這文明表現出來是這個樣子 這樣聽懂意思嗎 他幾乎立刻要回覆的 立刻要回覆幾乎是這樣 那這就是當今這樣 那當時世尊八千反 難不成都來那個什麼 那個原始人時代他才來 不 他來當中一定有好多 是超過我們文明的 但他仍然來 來此世間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八千次不是從古代那種 原始人叫做算過來八千次 不是 是地球生滅當中啊 重新創造新的文明 過去重新創新的文明 毀了我們又產生今天這個文明 在這好幾些文明當中 他來八千次 那一定他來過什麼 來過很高度文明的地方 的時候 那種時候他還來 你說他怎麼度眾生 換句話說文明的高低 不是度化佛陀度化 能不能度的原因 不是 是你發不發補敵心 有沒有這眾生因緣的 所以我們今天既然被世尊導引 佛法入滅還有九千年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他說一萬年是 一萬年之後就末法期嘛 那一萬年之後才叫做 沒有佛法就佛法開始滅了 已經開始減少 那我們距離他還有九千年 理論上說是還有這樣子 那如果還有這樣的話 如果項法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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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項法各五百 那現在才兩千多嘛對不對 所以說還有八千多九千年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這個這個 末法一萬年啊 所以說我們過了一千年嘛 那所以說過了一千多啦 所以說理論上說是八千多九千年 這樣子的歲數 還能夠度化眾生 你不能夠說這樣子就變成生文法 而且你要是成佛的 法華一定都還在啊 所以你應該要發菩提心 你如果不發菩提心 有偽這個歷史的流傳 雖然他變化那麼的大 但他也是第一個浪頭而已 如果在第一個浪頭 你就已經退私菩提心 那這佛法怎麼可能就要傳 未來的九千年 八千多年九千年 怎麼可能傳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浪頭 我們必須要知道 未來浪頭越來越高 那我們必須想一個方法 讓我們永遠不退 給後代的人一個榜樣 我們是第一個浪頭 兩千年啟動的一個大變動 在這個時候才啟動 這個歷史是很恐怖的 聽起來蠻恐怖 我們也多麼有幸去遇到這個大變動 當然未來還有什麼樣變動 我們不知道 這種變動是最大劇烈變動 什麼都在快當中 什麼都在多當中發生 知見流通訊息都在快 多而什麼個人化 去中心化的過程 去中心化你們還聽過那個比特幣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比特幣沒聽過你就 你將來也會聽過 你將來還會面臨到 物光金色接受人家捐款是捐比特幣的 你終究要面臨這個事情 那就要區塊鏈 將來開大電的燈 香燈不用急著來開 在手機上開 開完了就全部開了 那更慘的是將來 香燈是由機器人取代 一按的時候機器人就去燒香 那會不會早晚課由機器人取代 那就太扯了 這些還可以啊 但是還是得你自己來做早晚課 因為那個不是做事情的事 是這樣 不過這樣當然並不太好 因為香燈去打板 以及香燈去上香 這本身就是修行的一部分 但是有可能 你看看很多大電裡頭都用機器人在掃地了 有沒有 有沒有 Rumba 那或者是哪一種牌子的他在掃地 那大電太大了他好幾台去掃 是這樣 很多道場都這樣了 他就買那個自動掃地機 是 像這一類的都在發生 那這一類的將來會成為一個所謂的什麼 這個物聯網 物聯網本身也是區塊鏈的運用 然後呢這個比特幣也是區塊鏈的運用 那這個在講些什麼呢 講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極端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 這個事情是一個不可停止的事情 但他被在這個時候提出了 全世界的國家都在擔心 但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他隱密化去中心化 那這很麻煩 一隱密化了之後 組織犯罪 你就找不到理由 找不到橫跡 去中心化之後 政府的公共政策 就難以推行 因為一人一把號 沒有中心了嘛 沒有極權能控制 講極權難聽了 再怎麼樣的民主政府 他還是有一個統一政策要推動 但你去了中心化之後 他推動的核心就要靠什麼 靠道德 靠共識 他就沒辦法靠一個技術 來中心化 你比如說 你比如現在 誰要是洗錢誰都知道的 你為什麼 因為你在轉帳的過程當中 都會留下痕跡 這個痕跡都會統一 在國家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金融單位 叫做集中管理跟調查 聽懂嗎 這就中心化 還有你在用貨幣 台幣兌換美金多少錢 你一定有一個排價 這個排價是由 整個經濟組織 共同約定的 你不能約定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市場不能約 當然市場也可以敲定 但市場約定 終究還是有一個中心在約定 央行說 現在美金對台幣多少多少 這樣下來 那融獲有點小差異 那是因為市場機制 比如說 我這家銀行有做國外的生意 我需要美金 那我就用多一點錢 來吸引美金進來 這有可能 對吧 但是終究呢 央行在 在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央行 央行在 真正以國家的大資金 要來兌換外幣的時候 他就能夠喊價 他一價一喊出來 你能夠變動的是有限的 這就是有中心 有中心 像中國大陸也是 中國大陸人民幣是不浮動的 是由國家完全控制的 那沒問題 那就中心化 自由世界 資本主義世界 它基本有個浮動 但也是有限 但很可能被人家玩弄 當然也有可能 上次的那個南海的 南洋的 金融大海嘯就是這樣來的 這被玩弄 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不談 但是無論如何 他都是因為 會被玩弄也是因為有中心 你才會玩弄 我能玩弄你 所以我控制你 我才能玩弄你 對吧 是不是 這叫有中心 你知道嗎 很快的 去中心化就會發生了 全世界不知道要怎麼辦 他的煩惱性會更嚴重 好再來 如果去中心化再加上隱密傳輸 什麼叫隱密傳輸 就是量子化的傳輸 這些對你一個出家人來講 你覺得跟我有關嗎 跟菩提心有關嗎 我要告訴你 菩提心是相應於世間的種種樣貌 而產生一個對應不忍眾生苦的心 對不對 所以你對世間的苦樣 你如果不預先知道 你怎麼知道對應產生菩提心呢 菩提心一定有兩種菩提心 一種是世間觀世間苦 而生起什麼呢 生起一種 我不忍眾生世間之苦相 所以我發心要度化他 這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我正得十相 聖意菩提心呢 念念現前 我們當然不屬於第二種 但我們一定屬於第一種 就世間的苦樣 你要去知道 你才能夠產生他苦了 我問你喔 你會不會每一次你就落淚 想到眾生苦你就落淚會不會 不會啦 哪有這麼慈悲的 但我要帶你到災區 帶你到戰爭地區 帶你到什麼樣子苦難的 癌症病房 你大概就容易落淚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應對眾生的苦相 你就會發起悲心對吧 而悲心是菩提心的發源地 先要有悲心才會有菩提心 悲心是指的不忍眾生苦生起悲 所以菩提心是指不忍眾生苦 欲令眾生階層佛道 多了一個階層佛道做結束 才是究竟結苦 當兩個一結合的時候 這就叫菩提心 所以他先要有大悲嘛 所以要觀眾生苦相 我現在正在告訴你 就是眾生為什麼 面對怎麼不可惡意的苦 不可抑制的苦 當一個國家的 面對眾生的一個金融 是馬上影響他的生活的 居然可以到去中心化 而且隱秘化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更加的難以控制 什麼叫做量子化就是 簡單講就是傳輸的過程當中沒有痕跡 哇完蛋了 那黑錢洗錢 就不是更可怕了嗎 這個問題會發生在 有必超的時候是不會發生的 現在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現在我們的一切金融的過程 都是被理解 或者叫做被追蹤的 但將來當他不被追蹤的時候 而且訊息的傳遞 甚至於還被量子化了的時候 那世間的惡 世間的傳遞資金的虛偽項 跟這個恐怖主義的取得資金的管道 就更加的不容易被警覺 那不容易被警覺就會變成怎樣 像美國現在在對付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恐怖主義 你看這一年來沒有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知道嗎 不是用槍炮 斷掉你的什麼 斷掉你的金鏈 金融鏈 我幫你斷掉 我讓你請不起恐怖分子 你懂嗎 恐怖分子 你一個人想要做恐怖分子 你一定要去買招兵買馬 招兵買馬 要做恐怖分子 都是拿命去談的 那怎麼辦 所以說 了錢的生意沒人做 那麼 那麼這個這個 斷頭的生意有人做 你要只要有錢來買就可以 他就拿高薪 當我把你這個金融給斷掉 那他玩不起來 這很高招 那未來呢 未來去中心化又隱秘化了之後 我斷不了你這個金融的流通 那他是怎麼找到這金融的來源 他就看 各種資金在同一個時間 或在某一個時間在累積到哪裡了 或者傳遞到我標定為危險分子的 周邊人那裡去了 我就開始電腦就會大數據就會算出來說 哪個恐怖主義集團在動作囉 就算得出來 這樣懂的意思嗎 錢就在那裡流通 今後是這種流通都已經隱秘化了 那我怎麼算 我怎麼找 所以 人類當然有什麼反制的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也沒人在談反制 因為還沒現實運用 但大家已經怕在等了 怕再等了 那在放在佛門裡修行 他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更加的去除了佛法的中心意義 也就佛法會變成爛解釋 亂解釋 而且他更容易凝結成 以前亂解釋你說那個那個小的 我們不聽他的 今後很難 為什麼 因為他很容易去中心化之後 一群人都沒聽到 釋法杖在講佛法 但是他聽到了什麼 擦禪 尿擦 在講什麼東西 那結果一群人就到那裡去了 佛法的傳統意義呢 他漸漸的視為了 主師的價值跟影響力呢 或傳統佛法的價值跟影響力 跟他的高尚的那種 那種導引力量 就一直在視為當中 你要先預設到這個事情 你不能老在你的象牙塔內 我們這裡有海公有燦公 最後有藏公有什麼公 你沒有用了 因為去中心化之後 沒能管你什麼公了 他自己就是一個公 這樣聽懂嗎 戒律很偉大 是啊很偉大 他自己產生戒律想法 他自己搞他的 一戒為師 這只是一個中心思想對不對 當他被去中心化之後 很多人不認為啊 這就是見拙 所以見拙真真實實的 會產生一個結構性的改變跟溫床 那你看到這個 你只是搖頭 然後說我早日入滅 早死早好不用看這個毀 這種可怕的事情 那不是 這不是菩提心 所以要發菩提心 要共同發菩提心 手把手 肩並肩 一起來為眾生的這種苦難的未來 預做打算 這樣聽懂了嗎 聽懂了嗎 那具體怎麼做 我不太清楚 我也沒那麼有智慧 但是我拋出這個問題 這在佛門裡頭第一次講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因為實在是做宗教基本法壓力很大 那這個壓力大我會看 我會往外看說到底這個壓力來自於怎樣 其實是來自於見拙 來自於煩惱拙 而為什麼煩惱拙 見拙這麼個嚴重 這麼的迫切需要一個宗教基本法 來保護各類宗教 而又為什麼很難保護 為什麼很難立這個法 因為眾生見拙很嚴重 那也很多眾生會利用所謂宗教 所謂的宗教 那做根本不是宗教 該有的樣貌 或者傳統宗教被認知的那個樣貌 結果 結果就怎樣 結果就造成了 造成了這個立法的難度就增高 那這個呢 現在高 那未來會更高的有沒有可能性 那就發現到 剛剛講去中心化跟隱密傳輸 跟資訊流的爆炸性成長 會讓人見拙很嚴重 那這樣子呢 會使得我們 將來在弘法立身 或者是宣揚佛法 會更加更加的困難 那因此我會前半段 我當我意識到這樣說 我隱藏著這個 這個 現在才講出來 那我還沒講出來之前 我就先說共駐的重要 就因為你要 你去中心化 我剛好要反其向而行 要把它怎麼樣 要把它集體化 去中心化的意思就讓人家散開來了 你是你我是我了 個人一把號各吹各得掉 那我就要倒過來說 我說共駐很重要 有沒有看到 因為共駐代表了一種 身和和 義和 身口義 戒見利 六和 的意義就出現 身和同柱 對不對 與和無真 義和同月 見和同解 戒和同修 那麼 戒見利 利和同君 這六種都出現的時候 他那個什麼 他那個去中心化就不會發生 因為大家依六和為中心 那每一個人依菩提心為思想的核心 誰來招感這個團體的領導人 發菩提心兼顧的那個人自然會被招感 對不對 那他就不會產生去中心化 不是說佛教 其實佛教在每個意義 某個意義上他就是去中心化的 比如說世尊不立什麼呢 不立法王的 他臨入面的時候 他沒有說誰是代替我做佛 沒有啊 也沒有說誰代替我領導 領導什麼 領導生團 他沒有這樣講 他也去中心化 但是他其實有中心 他什麼 以戒為思 有沒有 是以戒為中心 所以你說佛教有沒有去中心化 也有 但也沒有 他是該去掉的去掉 該建立的建立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去掉了以人為中心 太太過度強調人的那個樣子 他是去掉 所以他本身 他的弟子每個都是阿羅漢 沒有說誰的大阿羅漢強過誰 也沒有說哪個阿羅漢領導哪個阿羅漢 沒有 因為阿羅漢能夠自我管理啊 所以我不需要 你只是弘法立身跟對戒律的看法不同而已啊 佛陀同容許不同的阿羅漢對於不同戒律的看法 對戒律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才什麼 律分五部嘛 根本分裂說大眾部跟上座部 那個沒有見解上的差異 到了真正分五部才有見解上的差異 對不對 那麼這種見解上的差異這是戒律的基本 基本 基本歷史要知道 這是早年佛陀在世時候的佛式時代的佛教 是這樣 佛在世的時候呢 我們從經典上看到 佛在世就有兩大部 兩大類的地子長相不同 就他的性格長相不同 一類就比較 比較樂意接觸眾生 度化眾生 一類就比較靜修 比較拘謹 比較嚴肅 人性本來就是這樣子 本來就會有這兩類人 那這一類比較大眾的 他就在人群當中立義 他們一樣一堆阿羅漢喔 一群阿羅漢喔 那可不是說沒有道沒有 沒有修到成就 那另外一群呢 是比較內修 他沒有那麼發心 但無論如何都叫羅漢 解脫生死都一樣 但慢慢的呢 離佛式更久的一百年之後 他出現了 對戒律看法的不同的五位阿羅漢 所以形成了五部分章 這真的就開始不同了 剛剛我講的兩大類 戒律看法一致的 那就是佛在世時候 就已經有了的分類 後來佛入面之後 開始出現了 見解就會有的不同 那這也沒辦法 因為眾生 阿羅漢不是究竟佛 他的智慧沒有跟佛一樣 既然還有插將 那他就大家看法會不同 有深有淺 有廣有略 有略 有略 就比較少一點 那麼因此呢 對於教法的認知 跟解釋 特別是戒律的解釋 就稍有不同 這是佛滅後百年 紀錄上面可以看得到的是這樣 但無論如何 對於戒律以戒為師 從來沒變 這就中心化在那裡 有沒有 還是有中心 但是呢 阿羅漢的見解不同 佛陀是容許的 他又去中心化了 佛陀沒有說哪一位阿羅漢的見解 才是代表我 才可以 或者是說 今後我的見解必須如此 不如此的話不是 不是正統 他也沒這樣講 所以他容許了五部羅漢 各自對戒律的看法不同 而怎麼樣 經上這麼說 他說就像一根金色的 不是金色 金色做的拐杖 斷成五結 他金色的本質不變 聽懂嗎 他意思也就是說 佛在世的時候 是一整支拐杖 金杖 現在因為佛入滅了 眾生的根器不同 他接受 佛陀接受跟眾生根器不同 這個事實 然後呢 就各自靈解不同 因此 一支柱杖 一支佛陀的杖 這個戒律之杖 就一斷斷五根 斷成五根 雖然沒那麼莊嚴 但解脫的本質 就金子的本質不變 就解脫的本質不變 這樣聽懂嗎 聽懂嗎 那這又去中心化 所以佛教到底 接不接受去中心化呢 可以阿 所以我們不害怕 去中心化這個事情 在中心 去中心化在某個意義上 也叫民主 所以民主就是以民為主 民就是老百姓 老百姓為主 不以總統為主 不以所謂的政治強人為主 這樣聽懂嗎 這個沒有所本質上或好或不好 但是印度自古以來就這樣 印度自古以來沒有思想欲 思想的牢獄 沒有文字牢獄 印度這個國家很特別 他的小王很多 鬥爭也會很強 但是他們共同有個共典 就是說對於道德的認知 或者人間價值的認知呢 是必須開放給大家討論 誰呢 誰第一次在歷史當中 人類的歷史當中第一次 這個這個 講出這類的話呢 阿育王 不是西方 西方還在黑暗時代 一堆土人 這樣 也不是中國 那是阿育王 以帝王之尊講出這類的話來 是這樣 那麼這個呢 事實上在早在這之前 就已經是印度的文化是這樣 只是他把他講清楚 尊重各種宗教 尊重各種思想 所以他以帝王之尊 願意接受各種思想的挑戰 政治的歸政治 思想歸思想 不過話說回來 華人文化裡頭 沒有離俗修道的 強烈意志跟價值感 但印度有 也恰恰是這樣子 這一類有思想的人 常常就是哲學家 思想家修道者 他對政治毫無興趣 而且棄之如碧魚 導過來說 整個社會 對這樣子的人 是很尊重 包括帝王 也都尊重他們 所以就相安無事 你懂嗎 在中國的魂化裡頭呢 他一開始就強調了 思想跟政治權益是統一的 所以你的思想跟我們不一樣 就隱藏著你會 你會挑戰我的帝國 所以他就不容許 很容易就不容許 害怕 再加上整個社會 並沒有所謂離俗修道 然後最後呢 不是修煉成仙 是修煉成為一個 恢復到一個 泛我的那種很深的 精神狀態 而不是去逍遙做仙 不是這樣意思喔 這種觀念裡頭 就不存在的是 我政治的不得志 或者是老年不自在 我才去修仙 不是這樣 印度人四十歲就要去修道 他認為人生更高的價值 是在那個道德跟 不是道德不是道德 聖性也就 犯我的合一 他的文化是這樣文化 這種文化使得 修道不是人間不得志 或者老年之後 想要逍遙休息退休 這樣子去做修道行為 不是 是生命當中一個更加 他莊嚴而 值得敬重的一種選擇 這樣聽懂嗎 你要知道傳統的社會 華人社會當中 對儒家是很尊重的 特別是對當官 一世當官的人 是尊重到底的 因為你的社會地位 道德地位都很高 那對於道家跟佛家 就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行為 但也普通眾生 很好 就這樣 他不是主流 但是在印度不同 印度修道是一種主流 所以四種性當中的婆羅門 是最高階 反而是做帝王的薩地利 是第二階 有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看到沒有 所以佛陀 未來的佛也會出世在印度 不會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 原因是他這個性格一直在 六千年 六千年 當然他有他困擾的部分 也有他困擾的部分 也有他 我們今天看起來不符合佛陀所說的 比如說過度的種性制度 種性制度一直沒破 然後過度的怎麼樣 對於女眾的這個修道的地位 或者佛性的地位 不給予承認 佛陀是承認的 所以佛陀的弟子 佛陀的母親跟太太 都被授記為未來成佛 一個是眾生喜見佛 一位是什麼 一位是這個 前幾天再看到 反正兩位都被他授記為佛 而且都有佛的名號 對吧 這多何等了不起啊 世界的文明當中 直接就定義女眾未來一定成佛 名字叫什麼 把你給定好了 只有佛教友而已 那是最高階位 所以哪有說什麼佛教親世女眾的 哪有這種道理 他直接就定義你將來要成佛 雖然你現在是女眾了 我就告訴你未來成佛名字叫什麼 嚇死人耶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直接最高階位就在那兒了 那是不分男女的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成佛當然是丈夫生啊 就是說現前我不分男女 我都授記你啊 以佛來授記佛還能說謊話嗎 是不是 而且佛在授記的同時 就授記了所有一切的女眾 未來都能成佛 那麼這個真的是奇葩 所以他這個有沒有去中心化呢 反而又沒有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佛法當中得成就 這又是中心的 是聖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誒 這是中心化的概念 所以發菩提心就是堅持 未來社會世界再怎麼爛 眾生還是眾生 現在我們連一隻螞蟻都不殺 未來眾生再怎麼餓 未來再怎麼去中心化 那個人生而為眾生的人 當然還有佛性 你對佛性的信仰是中心的 是不動的 是不會被去掉的 這就是菩提心的核心概念 所以未來怎麼走得下去 他社會再怎麼變 你都知道啊 人再怎麼怪異 他那個佛性沒變啊 那個佛性沒變 就是基於他佛性沒變 我要做的只是 在他變化了跟古人都不同的 極大不同狀態底下 我有什麼善角方便來度化他們 在某個意義上 他們受到的賤酌煩惱酌 命酌不一定 但是理論上命酌也是差 因為越來越生命的 善的狀態越來越低 命酌他有在某些講法上是講 是講說他的壽命減低 他的壽命是這樣 這是起起伏伏 但是decay下去 就是減潔 我目前是在簡潔當中 那好 那麼呢 但是眼前看起來是不明顯而已 那麼好我們再談說 他的真正命酌 我們可以看成這樣 看成就是說 他的那個生活雜物 或者雜想太多 真正擁有生 生活或生命的時間很短 你懂嗎 因為一輩子要讀書 先讀到30歲再說 現在很多人一讀書 就讀到30歲 有沒有 像那個 像那個 我認識一位出版商 她太太 是日本人 大學讀畢業 你想好歹24歲對吧 到中國去讀 杭州去讀美院 杭州美院 讀7年拿碩士 23歲 讀7年幾歲了 30 然後來台灣的師大 讀8年 博士 博士 又再加一年 隨便就38歲 然後才準備要入社會 你看看 才準備入社會 然後到40多 40歲前後 才去嫁老公 哇 他簡直才出生兩年 他純正 赤手空拳進入到社會來 是38歲之後的事 你先想看 38歲之前在 在學術殿堂的保護的殼裡頭過日子 現在很多人是這樣 所以這樣叫做擁有生命嗎 其實蠻短的你知道吧 他蠻短的 做藝術的是這樣 那做科學的怎樣怎樣 我們就一樣也是這樣 讀好多書 讀... 所以現在人你說他命長嗎 其實不算命長耶 古人的話 14歲可以領軍做將軍 18歲做爸爸 18歲做爸 女孩子 印度女孩子12歲做娘 24歲做阿嬤 我們24歲還在做媽寶 我們小孩子24歲常常在做媽寶 你聽懂意思嗎 所以現在人要真講起來 還是真命著 你懂嗎 就擁有這個命是很短的 因為他在學習跟被保護的那個時間 好長好長 好長這樣聽懂嗎 這樣 當然講那幾個比較特殊狀態 但真的還這樣 他沒出社會 沒入那個人間象 那樣的 沒活過那種感覺 或沒真活那種感覺 所以現在人說命長 但佛經講這叫簡潔 我們要綜合起來談 就是說他擁有生命的真正 操作跟運作其實蠻短的 這樣懂嗎 是這樣看 好 所以說眾生這麼樣著的話 你更應該要為他發心 他的佛性的本質是 忠心不動搖的 佛陀從來沒改變過 佛陀雖然也去了中心化 在組織上去中心化 也沒有 比如說 比如說身團要做結模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師父犯罪 與徒弟一樣同樣 犯戒的話 與徒弟一樣同治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律上還是稍有不同 因為他作為領導人 他會給他一些 在某個情況之下會給一些特別 特別是影響整個社會大眾 觀感很大的時候 會給一點方便 有啦有這樣 比如說重罪用輕罪制 有這種情況 沒那麼死 沒那麼死 但這個情況能動用的機會不高 他也有 不然是不是都一樣對不對 這個就是去中心化的概念 大家很民主 結模法 通過了才算 大家都和和 扣和 六和禁本身也是 以某種意義上的 去個人中心化的概念 立和同軍啊 對不對 那個方丈有一碗飯吃 大家也有一碗飯吃啊 是一樣的 不能他有飯吃 別人沒飯吃啊 這些都是屬於 一定意義上的去中心 民主結模 所以未來的時代裡頭 去中心並沒有那麼可怕 民主化個人一把號 各追各的調 也沒有那麼可怕到難以控制 但是因為資訊流太複雜 見拙太重 使得我們能發菩提心 利益眾生的難度又更加增加 我們怎麼去利益眾生 就顯得更加的盲無所措 因為古代的祖師都沒有面臨 我們這類的問題 而我們第一波遇到 就像我說宗教基本法的定定 我們也是第一波在台灣遇到 華人社會過去百年來是皇帝管一切 你講宗教基本法 如果我講宗教 講到今天這樣 現在已經是立牌位在那裡了 每天初一十五要幫我回向 不是紅牌位是黃牌位 你懂嗎 是往生連位 皇帝一定不爽 是不是啊 你要要求說 這個國家釋放平等權到宗教這邊來 但今天這是很自然的 在台灣是很自然的 但是從來權力是爭取來的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因為眾生反正活得好好的 我幹嘛給你多權力 是這樣 而出家人不是在爭權力 是為了要讓未來的眾生對於宗教有所尊重 有所自覺 所以我們要求一個 有一個尊重的法律保護 是指這個意思 比如說 我前天才寫 我昨天才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金色 這個失誤的金色要傳給徒弟 對不對 結果呢 他遺囑也寫好了 那麼呢 這個金色在很大意義上 其實是徒弟來怎麼樣 幫忙經營出來的 比如說做佛 做法事 做佛事 招呼信徒 然後師父呢 做為領導人 然後這幾個徒弟呢 做佛事 然後才把這個金色 或者你看霧光也叫金色 是不是這樣子 金色給建立起來 當他不是法人狀態 你們是已經是 你們叫做 不是法人 現在宗教團體沒有法人 這叫做什麼 叫非法人團體狀態 還好啦 但是他又特別可以繼承到場 那就算了 如果他 又在 個人名下 比如說佛光 你們和尚尼的名下的話 他今天 多少人為 為這個金色付出 付出心血 那他有家裡的眷屬 他寫了一個遺囑說不行 我這個要交給徒弟 沒有用 因為什麼 我們華人的文化裡頭 這個 特別是台灣的遺產法當中呢 這個妻子 丈夫 兒女 都有一定的持分 四分之一 你遺囑再怎麼寫 我不知道你的 只要兒女不拋棄 他就可以主張四分之一 太太眷屬 先生或者是太太 也可以主張四分之一 這樣聽懂嗎 剩餘的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就二分之一嘛 另外一個二分之一 才會完全按照他的遺囑進行 那這樣講起來 悟光其實不是要割一半嗎 割一半給他的家屬 然後另外一半 留給悟光金色人數 哪能這樣 這不符合佛教的傳統嘛 因為這本來就公共財啊 怎麼可以這樣 當然今天是不會的 你們這裡是不會發生啊 我是假設說 不幸的 悟光金色他沒有一個 寺廟登記的話 他是在私人名下的話 他會發生這個事 那你說那幹嘛他不去做 寺廟登記 有的人就登記不了啊 他的建築物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這個執照啦 或怎樣怎樣啦 他就是弄不了啊 或者他當年沒有在法律之事啊 他不知道這樣做啊 你聽懂意思嗎 但不意味著他的佛法的 宗教的行為不被尊 應該就不被尊重 不是的啊 這樣懂嗎 但是呢 他臨往生的時候立了遺囑 不被施行 華人社會裡頭說死人為大 對不對 照說死人的遺囑要按照他的做 才對啊 沒有欸 我們華人的 特別是台灣人家大陸還蠻進步的 他是完全按照遺囑 但是台灣他不按照遺囑的 他還有一個遺產法當中 兒女可以抗衡那個遺囑 這樣等於遺囑沒有完全按照那個 失誤的做法 那你怎麼辦 你就要讓他國家來尊重 尊重這個宗教傳統嘛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要尊重他才對啊 你應該怎樣 立一個法來讓他尊重 不然就是你要有這種修養 像美國沒有立這個法 不需要立這個法 但他主動的尊重 我最近才聽到一個故事 在美國的某一州的某一個城市裡頭 有一個長老台灣 華人長老 是台灣過去的長老 他擁有一些資產 結果來了一位 剛好是大陸的一個比丘 跟他一起共住 剛開始還好 後來出現問題 那個長老就說 好啦那你任期到 四年任期到 那你就卸任吧 他說我不 我不卸任 這個你除非你割一間金色給我 當做走路費 不然我要去告官 他告訴了你惡意的離棄員工 他把他講成勞資關係了 結果呢 老和尚也不懂法律 然後對方 老和尚請了一個 還是說一個居士幫他去面對法律 還怎麼樣情況誰要不知道 他就老是告訴 二審都輸了 就眼看第三審要定驗了 我們台灣有一個法師 他也很在意宗教基本法 他聽了有這種概念 他跑去大陸 他跑去美國看那位長老 因為他跟那個長老很好 他就跳出一句話來 因為他常常聽我們在講什麼 宗教的傳承很重要 宗教要被尊重 他就跑去跟長老講 跟長老的律師講說 那你就跟律師講嘛 我們台灣現在在爭取的 要尊重我們佛教傳統 那個不是勞資關係 那是佛教傳統 我們長老聘任當家 當然可以聘任四年了 四年他是一個張家師出家人 出家人四海為家 他不會因為我們把他不聘任 他就沒飯吃 這是宗教行為啊 本來就有任期的OK的啊 那律師都對齁 他就去跟那個美國律師 美國的法官講喔 他說這個跟勞基法無關 跟什麼老闆聘任員工無關 這是佛門裡頭的傳統規矩 本來就講無我的 這個當家可以換的 當家我們不給他聘任 他哪裡都可以吃飯啊 然後那個法官說 對齁 他就問那個陪審團說 你們去查一下 是不是這回事 每兩天每個陪審團都說 對 是這樣 法官馬上判 犯案耶 連前面兩審都是這個人贏 現在長老贏 而且直接就說 不得賽上訴 定驗 哇人家都 美國的法官有這種修養啊 你聽懂嗎 他有這種完全尊重 宗教傳統的修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傳統的宗教國家 他們雖然不立宗教 國教 但他們百分之八十 是所謂的新教徒 就是基督教裡頭的新教徒 所以他們很在意宗教傳統 華人文化裡沒有 華人文化裡儒家最大 我沒有批評儒家的意思 我說他的文化是這樣 當官的最大 當官的才是行菩薩道的人 你們這些和尚 比丘尼 生三過日子 我們管理你們 聽話就對了 是這種思維的 我是不設批評 我說這文化相貌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所謂的國家 應該尊重宗教的特殊傳統 這是去年今年的事而已 所以我們的宗教積分法 還沒過已經先救了一個 一個到場 他去美國就這麼講這句話 一句話而已 那個律師 那個法官喔 那個西方法官喔 他一聽到宗教傳統 如雷冠耳 好小心謹慎 馬上驗證馬上通過 不得上訴 三審定宴 前面兩審都是輸喔 這一審就翻案 而且他敢說不得上訴 可見那是他的文化 就支撐他這樣判 所有的陪審團都這麼講 好厲害喔 是陪審團在做決定的 你要知道 美國是這樣子的 所以那陪審團 就老百姓你知道吧 那是老百姓做這個決定的 法官驗證程序跟結論沒錯 他就接受了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 懂得尊重宗教傳統 懂得尊重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發菩提心 我們要用的是爭一石 更要爭千秋 我們要再做一個出家人 我們當然是修自己 但是你別忘了 眾生在未來見著 煩惱著命著 眾生著的種種著難當中 劫著這樣子 種種的劫難當中 他是更加的無助 更加的茫然 我說去中心化更加的茫然 每一個人都不聽誰的 的情況之下威權的影響 權威的影響 聖人的影響會越來越視為 宗教的影響也會越來越 越來越視為的情況 你要更加的主動的去為眾生發心 好了 那這種發心能不能助你修行 當然能 你的盲點會一一解開 怎麼樣解開法 當你什麼叫做菩提心 你想想看 這什麼叫菩提心 我剛剛講 悲心的加強版 悲心是指的一種天生側隱 不忍他人受苦之心 對吧 這間你不用教 不學而能 古人也這麼講 對不對 佛陀也說發展慈悲 這就 人性來說 你實在是 遇的眾生 我可愛之人 我難過的人 我怎麼樣 我當然我 不會幸災樂禍 我 對於他的苦 我會感同身受 我會覺得好不忍心 當然我們也有惡 什麼樣子的惡 就是說 看到不高興不喜歡的人 他在受苦 幸災樂禍 我們也有這種惡 沒有錯 但是呢 經由訓練之後 經由內心的自他患訓練之後 你會這樣想 我 我也是人肉做的 我也是這一顆 有感的心而發的 他雖然是我的仇人 但今天他受這樣的災難 將心比心 自他而患了 我也真為他感到難過 你對於那種 一旦旦的幸災樂禍 你會開始產生可恥 不應該的自我警覺 那這就是因為 你發了菩提心 你平常必須要常常的做自他患 他人受苦 如同我來受苦 那你的受苦 你怎麼知道那個是受苦 你得去感受苦 好 感受苦 所有的苦 可以是 我們講忍辱 忍耐 可以苦是來自於法人 跟眾生忍 這兩大類 法就是相貌 外在的 非人 人以外的物質性 那叫做法忍 那法忍當中 內法跟外法 我們還可以看 外在的法就是 這些 數熱 寒數 天災 不可遏 指的這種 災難 那內在的法呢 我內心裡頭 的一種 啊 面對的一種 一種煩惱性啊 茫然感啊 這一類 那人 眾生忍是什麼呢 人員之間的善惡關係 順利關係 愛染關係 離別關係 所謂的 怨真慧 愛別離 求不得 這三大類 主要是這個 或者他的生老病死 愛染者 我們覺得重要的人的 這樣子的一個 愛染相 我求不得 或者是他的老病死 讓我感到難堪 許凡這一類 你從哪來 你得要在你的生命當中 真實的感受 而這些感受 就在我剛剛講 團體生活當中 你才有感受 你一個人生活 那些苦 沒在你眼前發生啊 你的感受很弱 所以 菩提心 是在大眾當中 張揚 你必須怎麼做 你要在 為大眾發心 為大眾發心的過程 你會發現 這個發心很難 然後呢 一人一把號 各自有不一樣 我為他好 他不一定能接受 何況 我沒能力為他好的時候 那他更不能接受 這真難 真苦 還有 在大眾當中生活 我們麻痹了 我沒有人來刺激我們 但他還刺激我們 來對我們生惡心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看到 他在煩惱 所以才讓我這樣 這第一種 第二種 我不夠好 才讓他才對我這樣 這兩樣都是要 慈悲對待 或者慚愧對待 我不夠好 或者根本就我做錯了 所以他讓他對我這樣 那這樣我要慚愧啊 再來 我不夠好 然後呢 或者 他跟 我跟他產生惡緣 他今天誤會我 我實在沒有做壞 但他誤會我 他看我不舒服 那就我過去的姻緣了 那我得要接受 第二種 第三種 他就是生煩惱 他就是要惹我 或者他就是要愛我 你要知道出家人 有時候被愛更可怕 我說那個愛不是男女的愛 就是說他執著你 女眾對女眾很執著 你怎麼都不跟我講話 你怎麼都跟他講話 那出出家的人 逼自己更容易如此 那這個時候被愛染 覺得不怎麼辦 因為他不是惡意向你 那你要說不要啊 你好像感覺傷他的心 你要說接受的話 你就有偽清淨法 怎麼辦 這些都要自我慚愧懺悔 你說別人錯 那是凡夫的想法 永遠沒有別人錯 你只擬錯 所以你要多難 這些如果你在大眾當中 你說這發菩提心 這就是菩提心 這就是人 眾生 而且也有可能跟你共住的人 你要沒學會這一類 你的修行就是自我感很重 哪怕你去修禪定 你會覺得我有禪定 我很成就 我將要離苦得樂 那最終呢 離苦得樂不等於菩薩啊 阿羅漢啊 你還是阿羅漢啊 你把學佛的誤區 導到那裡 對不對 頂多是這樣 第二種是怎樣 說是說 宋大聖經 毫不在意 為眾生該做什麼 該發什麼心 我剛剛講那種 那種 那種未來世間的大變化 你毫不在意 你覺得那些跟我無關 所以你堅持你自己解脫 或者堅持你修你的禪定 你修你的自在 最後呢很自在 哪怕是有神通 我也看過這樣的 聖聚身體肉身不壞啊 以中國大師的 中國真正發菩提心的大德來說 那都不中 不中就是不對 聖聚還可以當下喔 說死就死 還可以倒立而亡喔 還可以到這種程度喔 真正發菩提心的大德都說 那也不中 不中就是不對 禪宗用語 不中 不中地 沒有中到目標 那也不對 那又算什麼 外道而已 你想想看 所以誤取好多啊 你說念佛念得很自在 很自在還是我執 你不會啊 念佛我求往生啊 不一定喔 你只是想要得那個自在 那個想要求往生的 最核心的概念是 我願意利益一切眾生 但我今生能力不足 我到極樂世界去 快快去快快回 這就是回入梭博度有情的 發菩提心的做法 當然啦 我們以利益眾生的角度說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 都要發菩提心 才能夠往生極樂 所以你也可以跟他講 發治療的心 也可以往生極樂 可以 因為他是特殊法門 這樣了解嗎 可以 但我們自己要發菩提心 修行念佛法門 力量更大 因為我為利益借眾生故 早去極樂世界找回來 那多重要啊 我們這凡夫也沒他心通 也沒神足通 宿命通 天眼通 都沒什麼通 看重眾生很難度 只能夠賣命去度 那所得甚寡 不過所得甚寡是這樣啦 就你在越辛苦的狀態 你越能翠立你的菩提心 因為我凡夫度眾生更難嘛 對不對 那我還願意發心 難你還願意發心 那當然一分發心 其情可敏 其心可佳 其願 可以加持 可以互念 為什麼 越到末法眾生 你那個發心越難 那護法眾生 護法神呢 越要護持你 因為你 末法眾生發這種心 本來就很難了 你還願意發 那當然一分發心 十分護持 你的聖人 你都已經修到那麼強了 你再怎麼樣 你很自在 你要發那個心不難 我就算不護持你 你也能成就 所以末法眾生的發心 是不可思議功德遭感的主要原因 因為更多的護法神會護你這個法 為什麼 因為他也要利益眾生 他也要發菩提心 那透過你來完成 所以 發菩提心不是這麼孤獨的 不要害怕 是可以去完成它 可以去操作 你也不要說 超出你的能力範圍 沒有啦 沒有要叫你超出你的能力範圍 但是你要在大眾當中共助 以發菩提心的方式來 與大眾共助 你才會避免你修入小乘 修入自我滿足感 安逸感 你有概念 或者嘴巴講是大乘 其實他表現出來的其實 滿身文的 沒有主動為眾生想什麼 因為他自在了啊 很多人真的 但是我們看到近代就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剛剛講說民國以來 有這麼一位大師 他一直在衝撞這件事 但是在歷史當中目前還沒有很深刻的把它的意義 展現出來 那應該你們猜得出來我在講誰了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我也偶爾會有用一種另外一個負 不要講負面 另外一個方面我來談這個故事 有一個很有名的歷史事件 叫大鬧金山 你知道金山是長江沿岸四大叢林當中 不敢說隻手但是很重要的 金山禪世 那麼金山禪世他有一個禪堂非常有名 那麼剛好太虛大師的弟子 有一個學生還是弟子 他被邀請到金山辦學 注意禪世怎麼會去辦學 禪與教本來是兩大系統 所謂的不立文字 不立可以講不育立 禪中也用文字 禪中也看經 那他們講叫遮眼睛用 禪中看經 你怎麼把經拿來遮眼睛 看經的時候拿來遮眼睛用的 這意思是說你不要認為我看經 我看經在讀心性 跟一般人落在文字上面看經不同 他的意思是這樣 也要你破除這樣子的看經的錯解 但我要講的就是 那是禪中向上一早的說法 對一般凡夫看經就算若為之見解 那也是他的方便沒有關係 慢慢來 這是中階人的解釋是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禪中有些語錄 聽起來是蠻傲的 蠻傲氣的你懂嗎 遮眼睛是一種很傲氣的看法 就是說我不是在文字上打轉 我有辦法在這文字當中得背後的意義 你們這些人在遮眼睛 你們這些人在 你們這些人忘用眼睛在看經 有一種這種意思 但是呢對於大德來講他是慈悲 他是要告誡後人 說不要被經文所轉 所以他講說我在遮眼睛 你沒那個程度 你隨便說你在遮眼睛 你這自我傲慢也是不太恰當的 這種話虎不成反類貓這種概念 這樣了解嗎 所以禪中的語錄是要很小心去理解 或者去感受 好 那麼虛大師的弟子們呢 來到了這個 來到了這裡呢 就虛然被邀請到那裡去辦學 這本質上就很特別 意味著什麼 金山當年的主事者有思改變 這又意味著什麼 如果在禪中相當興盛的時候 每個人明心見性都能夠有傳承 或有自在都能夠得這個利益 或許他沒那麼迫切想要做這個事 這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社會改變 很多禪盒子出來之後 禪門這一套他懂 社會那一套不知道怎麼應對 漸漸的使得一個叢林 對外的人才表現已經開始桌尖漸走 很簡單嘛 比如說這樣講好了 大家在廢世心學 那你怎麼面對 人家廢世心學的社會要求 你要去跟他對應啊 你說我不能啊 我金山大師大啊 你不能把我的廟產拿去做學校啊 那人家就問了 那你廟產那麼多要幹什麼 你要說出個理由來 說出你有所有權 你有傳統的使用權 你呢也對社會一樣有貢獻 你不需要有世間人來介入 你要能夠說出這個道理來啊 不然你無法面對當年的那種 普遍的對特別是佛教 的大資產產生眼紅 你懂嗎 眼紅這個地方 所以江蘇 有浙江 福建 廣州 這沿海的複數的沿海的四省啊 當年的佛寺啊 一百間被廢掉七十幾間 都被所謂的廢四星學這種概念 運用 是很可怕的耶 選擇性的 是這樣 那在那個民國初年那種狀態啊 它沒有形成革命 它也沒有形成太大的對抗 但是呢人人自危 而且廢掉這麼多 都是歷史當中少見 那其實已經是一種法難狀態 那麼這樣情況 以這種大叢林 他要面對的是 怎麼面對新世界 咄咄逼人的這種 步步進犯 那他也要心血 好 所以有兩類 一類就是 是不是有不足 是不是無法應對外在 欸 你看看 這不是跟我們今天面對的一樣嗎 怎麼樣 我們如果不了解外界 我們最後是外界也不了解你 那他就不需要你 他甭說他護持你了 來出 甭說他來出家了 他連來護持你的想法都沒有 難不成你要重新去做生意 去種田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得要 你關心社會 社會才會關心你 你服務於社 不要講服務 就是你對社會 有心靈上的真實貢獻 這社會才會回應於你 說要護持佛教 這是很信實的 這樣聽懂意思嗎 這第一種可能 所以他要辦學 第二種可能是 你的出家人如果出去了 知乎也者不懂 英文看不懂 或者數學無法算 而當時已經開始出現了國民學校 這種概念的時候 你的知識已經越來越脫離了 人家社會上的一般水平 這個時候你幾乎是 沒辦法開口跟人家講話 談論 這樣聽懂意思嗎 越來越社會化的時候 比如說我告訴你 坐車子到高雄到哪裡到哪裡 你知都看不懂 你深處於不敢去坐車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像我們不太容易去外國生活 是因為文字不懂 語言不通啊 每天一頓飯都不曉得怎麼來啊 我就不曉得去往哪吃啊 路也不懂 字也看不懂 你就越來越割火躲開 這個社會使得你佛教 連自活都難 所以他意識到這樣 還有意識到一件事情有可能是怎麼樣 過度的講求那修道的形式 而缺乏解門的提升 結果會參禪是做樣子 沒有參上心上還一大堆邪見都有可能 這樣講起來不太好聽 但真的是這樣 因為大智慧的人他聽聞佛法舉一反三 一般人不聽佛法 佛法無人說 所以會不能解 他就是不知啊 不知之後自己盲修瞎練 他就可能傾向外道 或者是被自己的禪定所蒙蔽啊 聽懂意思嗎 這個時候也意識到了光作禪沒有叫法是不對的 還有我在二十年前我就說過 我在講戒律的時候我講過 我說當年的唐朝時代的禪唐 要進禪唐 對不起 先讀完知識記 先讀完那個刑事抄 什麼叫刑事抄 刑事為刑事而抄出來的 就是手冊啦 刑事抄講成今天講叫做戒律實踐手冊 如果你沒有戒律實踐手冊閱讀過 你要來做禪 對不起 沒資格 當年的唐朝人才背出 他們居然進禪唐堂得有先學過這個 雖然那一定是南山律師之後的事 可是至少也表現出那個時代還有這種概念 現在人不是 現在人不學無知 不願意聽不願意思考佛法 不願意深入精湛 甚至連聽佛法都不想聽 他就樂意在餐堂裡洗 坐著 有沒有功夫 有 有沒有禪定不能說沒有 外道都可以了 何況你是佛門裡還吃素對不對 還在佛門裡熏 而且偶爾也聽兩句開示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但向上一著的人可以 中階人恐怕就不容易得個入處 結果你還是耗了一輩子在那裡 那這樣的話有其外相 有其禪定相 但沒有真正利益眾生的能耐 他發不起自他患的菩提心 他以內修寧靜為有道 你要知道發菩提心球都是很躁動 要為利益眾生 要南北奔波 要為眾生著想 不會自己求安樂 但為眾生得離苦 問題是你的禪定這麼好 你怕丟掉這個禪定 禪定又能發神通 發神通要讓你更自在 你又更怕失去這個自在啊 那你就更無法在躁動的菩提心當中去發起 那如果是這樣呢 空有功夫 難以在這個整個大因緣當中 產生大影響 這個是當年金山也好 或者是虛大師也好 他所看到的問題 這樣子的問題核心在一個 未知教難發菩提心 這樣概念 所以他就 居然跟金山這種傳統的大中叢林 結合說要辦學 這辦學呢 那你就辦唄 結果呢 產生了一個大鬧金山的故事 也就是說 他居然在把佛學院 擺哪裡我不知道 佛學院的學生要做運動 你懂嗎 他居然把運動場 擺在禪堂隔壁 那你要知道在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連天台中都在做改變 像我的法師主 不是 法師父 法師公 應該說法師公 我法師父就是 其中一位就是 這個 這個 顯明和尚 顯公和尚 顯公和尚的師父 那麽的法師父 那麽的法師父 他帶著什麽呢 看電影 出家人 然後回來再總體討論 整體討論 討論那個電影 當然那種電影應該是 基本上沒什麽 沒什麽 那個時代的電影都墨距多了 討論 所以也在思考改變 面對新社會 在思考改變 那麽徐大師算是走在最前面 那麽他就 他的學生就這樣辦了唄 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一個意外 那個也不是因為無知或誤會 所以說把那個籃球場放在那裡 聽說是有一點故意 那他的想法是什麽 他講法是說 奇怪那些殘盒子本身的 態度跟想法 意思就是說是不是太固執了 我是不是要去挑動他的一個反省 跟挑動他 挑戰他那個過度安寧的狀態 你聽懂意思嗎 就是你都是在 大家一切都是為你為中心 要來成就你的安寧修道 那你有沒有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天生該有的 那你如果不為佛教的未來興衰 做思考 那麽你一天到晚只是這樣 那到底這算是佛法的哪 發不發菩提心的事 其實這種說法不全然是對 但也一定包含著一個反思 什麽叫不全然是對 因為本來有些修行就是先離群的 你程度還沒到那樣 你可以先離群OK 但問題出在於你要不要發菩提心 離群發菩提心先燻起來 再來再來離群 跟你根本不知道菩提心為何 而你就是離群所居 去靜修去做禪堂 最後會以安穩清靜為自我滿足 這兩碼之四喔 這樣聽懂意思嗎 發起菩提心再去禪堂你 你是有一個動力為利益一切眾生而修禪 乃至於你一輩子都沒離開禪堂 你那菩提心終究 當然你要靠方法啦 終究還在那裡喔 跟你從來就沒有菩提心 你就進去做 你一直在享受那個自在 或者不要講享受啦 或者說你在得那個自在感 然後你誤認為這就是道 這兩碼之四 這是不一樣的 那麼當年就做了這樣的事 這是放在今天來看 就這樣怎麼講呢 你的同餐道友就是你的隔壁的籃球場 他在干擾你 那你要思維的是 你是安於今天這種 不被干擾的樣態 還是在他被干擾的時候 你做一個反思 是說我是有什麼資格害怕被干擾 我是有什麼資格今天在物光金色 或者在什麼道場當中 就坐享其成而不復出 我是我到底有沒有意念眾生的苦難 而發不提心 這樣你聽懂的意思嗎 當年他不是偶然 不小心去把籃球場放旁邊 他是有一點挑戰的意思 你會覺得好怪異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在那個大時代裡頭 面對的整個社會的大變化 他是悲心深重的 不得不喚醒整個佛教界 以禪中叢林為代表的佛教 漢傳佛教界說 要不要去思考這個時代正在改變 你能不能再以 閉三門不問世事這種方法 來表現你有修行 整個世界已經大翻轉了 清朝都滅了 你還在用你清朝那一套過日子 都已經民主來了 當年的孫中山是講求民主共和的嘛 來了 那你還在過那種日子嗎 你這算是發菩提心嗎 你要知道 徐大師是讀大波爾經開悟的人 那大波爾經當然 波爾經當中也有共波爾跟不共波爾 可是以他的說教說跟內容來聽 他是發菩提心的老人家 的一個悲心深重的大德 怎麼會教出這個學生來跑到那裡去 明明知道人家是禪堂 你去弄一個 弄一個 弄一個籃球場 再怎麼樣你也不會去做這個事 你說那個是一個意外 這要沒有世主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負責人的同意 你可以在那裡搞一個 架一個籃球網子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霹靂手段 這在歷史當中都跳開不說了 因為好像吵架啦 怎麼樣不好看 其實我們用正面的意義來說 不衝撞就沒有反省 而很多情況過度的凝固在那裡 你一個菩薩行者他就要去衝撞 不然麻痺了 懂嗎 麻痺了 這麼長 我剛剛不講嗎 2000年來的傳統 他就定在那兒了麻痺了 這就是我剛剛要講 要延續來講 所以新的時代 發菩提心 要勇於對自己衝撞 你或許不要像他這樣 說對外去衝撞 可是你要知道 就虛大師來說 那不是外啊 整個佛教是一體的 他要衝撞的是佛教把他撞醒啊 他要的是這樣 一直撞到今天耶 我們都還在撞耶 你比如說前天 網路上面有一篇小新聞 被貼在這個這個的社群當中 是什麼呢 這個某一家電視台 你大概猜得出來 某一家電視台呢 他正在演一個 他居然這樣講八點檔喔 就像這樣講 我們現在不要放鞭炮了 因為鞭炮污染空氣 你看在講這個 我們迎神賽會 去用那種電子鞭炮 你懂嗎 一開之後就 啪啦啪啦啪啦 那完全沒有鞭炮 沒有煙 然後他們的對話就這樣講 喔這樣比較環保 這樣沒有煙啦 所以我們不要用鞭炮了 你要知道鬼神 他是要需要吸那個煙 做為一種供養 當然也有一些鬼神 他可能他覺得這樣才 產生那個什麼什麼 這就是他民間信仰的一個 一個傳統用意啦 是第一種 第二種 他已經形成了文化跟傳統 你國家或者媒體 你透過這種自入性行銷 然後你來張癖 他這個已經成為傳統的行為 這本身就甚至不武 你懂嗎 因為都是你是發 你有話語權 你在那邊講 都在你講的 別人都沒辦法回應 傳統宗教沒辦法回應你 你聽懂意思嗎 對他沒辦法為他自己的放鞭炮 做什麼做解釋你懂嗎 然後你又在八點檔用 用老百姓想要看電視的 這個時間當中 你一廂情願去批判他 不論你批判的對還是錯 你這個態度對他是很不尊重 你可以請代表來談 或者公眾來討論 但是你已經下定論 用電視節目的自入性行銷 來下定論 然後整個傳統宗教就被你判死刑了 這叫做污染環境的 這叫做不健康的 這叫做不環保的 這顯然是環保局在搞鬼 在這邊做這種自入性行銷 他居然可以藉由這種 不著橫跡的方法做 這個政府的細膩度跟守法 你就可想而知多可怕 你懂嗎 他是人民的政府 但他居然可以為他認為的政策 他可以動用到這麼細膩的什麼 假界娛樂 他都可以洗腦你老百姓 那我就在那裡寫了一篇文章 我就說這個要去表示抗議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表達出來 先不說所謂的污染 對你今天燒煤啦 汽車啦 這種污染比較起來 這種污染有多少 比例上有多少 這是第一 第二 他在整個社會的經濟利益上 跟心靈利益上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的 怎麼講 他的污染是那麼低 造成的社會成本是那麼低 可是他能夠凝聚社會的宗教信仰能力 糾集那地方的小孩子 統一在有信仰的行為之下 使得地方的小孩 有些是小混混 有些是很有修養的小孩 他們能夠因此而互相 在同一個宗教行為當中 得到撫慰 得到凝結 那麼因此能夠讓年輕一代跟上一代 產生連結 讓這個地方信仰在鞭炮的 助性之下 產生一種地區性區域性的連結跟穩定 這就成為未來道德 或者是因果 或者是輪迴鬼神信仰的傳遞的可能 當你這個東西說不行了 他的那個凝聚力跟熱鬧感 越來越沒有感覺了 你看現在的過年沒什麼感覺 有沒有 越來越沒感覺的時候 他那種宗教的凝聚的傳承感 越來越薄弱的時候 年輕人就越來越世俗化 越來越不感覺到地方廟會的有趣 跟特殊性 他就平常不放鞭炮 這個時候才放鞭炮 不是有他的特殊性嗎 特殊性就是引來你的注意跟加入的原因 年輕人就最需要這些的 現在你把他廢了 你用一個冠冕堂皇的話 你把他廢了 看起來是得少分的所謂 空氣不污染的極低的利益 可是你廢了一個很長久以來 傳統宗教重要的觸媒 那這在比例上 社會上是損失的 而不是獲得的 這叫做比例原則 也就是國家在定一種法律 或一種操作運 法律運作的時候 要注意到一個合理的比例原則 特別是面對的人民宗教心靈信仰這一大塊 重要的人權的時候 他特別要注意比例原則的有好幾個 第一個思想要注意比例原則 政治取向要注意比例原則 第三宗教信仰要注意比例原則 因為那是人類重要的人權 你懂嗎 你希望國家是什麼樣的政治 這是你的重要人權 因為這牽涉你的生活態度跟價值 所以人民的政治權利是要被高度保護的 第二 保障你人民內在心靈生活的自在 比如說我要信佛 我的觀音菩薩是真神 是真菩薩 這不需要由你政府來告訴我 他是假神 他是邪教 不可以的 我說我有他的感應 那就是他就是我的主要的神也好 或者我的菩薩也好 這不能夠由你政府來幫我定義的 這要我高度自由才可以 因為這直接牽涉到我內在的信仰 我內在的安穩 你政府不能夠來說三倒四 但是你今天你對於一個這麼樣一個民間信仰 你對他指三倒四 你說他的某一個行為是非社會的公共利益 那他怎麼存活到今天 原來他都在害社會 你按照你的邏輯就這樣 你聽懂意思嗎 你說放鞭道是害社會 點香是害社會 那這樣他害多久了 那這個宗教會害社會 那這樣你給老百姓的想法是什麼 宗教有好多行為是害社會的 是不可以的 就開始這種想法 再來政府可以管理宗教的行為了 那將來是不是起雞也會太吵人了 有的雞是要晚上才起的你知道嗎 晚上那個鬼才會來 那個鬼神才會來 那這樣是不是也是很吵人 多少人是跟那個神有關係 他要有那個神的撫慰 他的心靈才會安寧 他因為安寧之後他才有機會學佛 你現在把那個都斷了 你人類 老百姓會越來越沒有宗教信仰的對象 跟宗教信仰的信心 跟宗教信仰的理由 他就更加沒有理由來信仰 更難信的 難信能信難聞能聞的佛法了 我們知道信仰民間宗教也好 我信仰因果也好 是信仰佛教的很重要的前提跟誘因 他要不信仰三世輪迴 不信仰因果 不信仰有鬼神 他很難信仰有佛 這是佛經上有提到的概念 所以我們擁護不是說擁護 我們要尊重要保護這種民間信仰 其實就是要保護人類超越自己的文明經驗 而去信仰看不到的因果跟鬼神 這份可能存在的誘因 你不要把它弄斷 這樣懂嗎 所以我就說 我身為一個出家人 佛教是不主張燒金子 不主張燒一大堆香 更沒有所謂動輒就放鞭炮的 我們沒有這樣 但今天我作為一個出家人 我看到的政府用這種小手段 來阻擾傳統宗教去做這樣的事 那我們就知道原來這個政府 可以用好多手段來對付你宗教 今天我要是表示默然 將來佛教會被怎麼對付就不知道了 這第一 第二 這是違背憲法的 你政府不被賦予這種權利 動用國家的資金跟國家的資源 來對付宗教 你沒有 我不讓你有這個權利的啊 特別是宗教的自主權那麼高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你的政府是超越人民賦予你的權利 而做了你不擁有的權利 所以我主張應該去抗爭 抗爭當然不是去上凱蘭大道去怎麼樣 不是 就是一群人 後來有人說這樣不好 你出家事務怎麼要叫人家去做抗爭 我說抗爭 在國外就是 民主社會就是表達 表達你的權益受損的一種直接的方法 那很簡單啊 不要去打架 不要去吵架啊 五台 六台 幾台遊覽車 人越多越好 但是呢 理性 冷靜 而不肇事 我們寫一份什麼 寫一份抗議書必交給他 說我們這一群人這麼遠來 就表達你那種節目不對 然後要請新聞記者來 招告人間 不是一人說了算 說你看我們這麼大一群 耗這麼多錢跟社會成本 我來告訴你這件事 這就是社會上 每一個人應該要互相尊重 特別是政府也要尊重人民 那你不尊重了 我就應該要努力的表達給你知道 我做一個和尚 本來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但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今天不去這樣做 而對這事情也表示默然 將來人家對付你佛教 人家別人也默然 也事不關己 結果說宗教被一一的出賣 一一的擊破 一一的被醜化都有可能 當宗教被醜化 這國家並沒有得到利益 國家永遠只能應付的是物質的東西 沒有人會去崇拜總統 沒有人會拿香去鼎禮 會看到總統鼎禮三敗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他看到任何一個事物 他就會鼎禮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宗教的崇高 信仰內在的重要 使得你會對宗教 有這樣的恭敬相 但世間的那些政治人物 當他不在那個位子 他就是一個老百姓 甚至道德修養都沒你高 甚至煩惱性都要比你重 人民不會依賴他而產生心裡的安寧 整個社會政府 他能給老百姓的就是物質上的安寧 但給不了心靈上面的提升跟安寧 這來自於宗教 所以這個國家的安寧有兩類安寧 物質安寧跟心靈安寧 人類的需要永遠有兩類 物質的安慰跟心靈的安慰 這個恰好分別由政府跟宗教來完成 所以為什麼說憲法保障宗教是唯一 跟政府是兩不隸屬的獨立團體 他們在各自供給人民兩種獨立的東西 一個是心靈的 一個是物質 當然他們會互相有影響 但主要來源是來這兩個 所以宗教的保護 絕對大過地球上面 除了政府以外的任何一個集團的保護 因為那是人民的心靈所依 要知道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發菩提心之後 當然對於人民這麼重要的所依 你怎麼可以視而不見 他在受傷害 你怎麼可能見而不聞 聞而不思 思而不作用 不可能的啊 這就是你在大眾當中共住 你懂得發菩提心 你開始聞思人間的道理 細膩的看到眾生的苦難相 跟危機相 危難相 你就會發起一種 我當努力進修自我 喚醒大眾的警覺 這個時候 你沒有時間造太多的惡惹 你更沒有時間去生自己的煩惱 像道上會 為什麼 你看剛剛遇到這種問題是多大的問題 你能夠自己去暴動 躁動嗎 你沒辦法 你必須冷靜 去思考 去說明 去導引 然後 而且這是長期的事 那你既然是長期的事 你需要什麼 道德 你需要誠意 你需要忍辱 你看看 這個時候 修道德 修誠意 修忍辱 都已經不是為你自己 是為一切眾生的福祉而修的了 修不好你內心難過 已經不是難過你自己沒修養 是一切眾生因為你的沒修養而受傷 哇 這有點像說 我家的母親 因為我沒有好好煮飯 結果吃到便得癌症 害她去死 哇 太可怕了 我怎麼能這樣做 到極致就這樣想 到了極致的時候就這樣想 眾生的生死 細於我 他們的生死沒了脫 我沒盡責 這就是為什麼地藏菩薩會自然的發怨說 地獄不空 勢不成佛 那不是被逼的 那不是為了他要做地藏王菩薩 耍帥 所以他發這個怨 你看 天下哪個菩薩跟我一樣這樣發怨 只有我最帥 我最厲害 才不是 那是油然生氣 油然生氣 那都是我的責任 諸位啊 當你發的菩提經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以坐禪為自滿 你也不會以你的自修為自滿 你也不會以為你的道德為自滿 你更不會以你的神通偶爾露個兩下子為自滿 這些都沒有了 你已經忘記你自己了 眾生要你什麼事 你就念之在之的去做 犧牲自己的形象也會去做 當然不會犧牲佛教的形象 不會 會犧牲自己的安樂 這就叫做 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會自己得安樂 你要知道很多人修行修得很好 但他安在自己的安樂當中 這樣是真好嗎 這就是徐大師當年 他以一個這麼短暫的生命 60歲 還是58 60歲的樣子 他就這樣圓集 他念之在之 洗不遮暖 他是被那個菩提心感造的 他的價值 他要帶給近代佛教史的意義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整的被發掘出來 我今天讀出來 這也是第一次公開講 所以他那個金山禪堂旁邊的籃球場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個意涵 大聖佛法不為自己求安樂 不是指的不為自己修行 但為自己修行 不指的說自己在安樂的禪定當中 自己感覺愉悅滿足跟表現出眾人恭敬 或者是默默的表現出神通這樣子而已 他不是 當然了 這也沒辦法勉強 有的人他就只能修禪地 他也無法講經說法 他也沒能力也沒發心 他就能用神通度人而已 他也沒大姻緣 他就度少分一人兩人 若二 若三若四 這個你就不能勉強 那是別人 你不能勉強別人 我要說是砸悶自己 你懂意思嗎 這有大德是這樣子 一輩子傳子禪師 一輩子度一個 就夠了 這你也不能說 他就不能說法呀 你比如說銀衣 銀光大師 他就說法沒人聽 今天要說法 今天交通阻塞 今天要說法 外面下大雨 他真的好不容易糾集人道了 他講話蘇州口腔 蘇州口腔人家聽不懂 他結果後來到佛陀山去 用寫信去度眾生 這個倒是無所謂 這個過去人無百樣圓滿的 又不是佛 對不對 這是OK 我的意思是說 終究不依自己的安樂 跟自己的德恨為滿足 他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德恨 他自然有德恨 他忘我了嘛 他連德恨都被表彰了 都不表現了嘛 天台中有這麼一句話 叫做外山術當中的 說得肉吃 就講這個 說得 你看那個師父罵人 罵得很難聽 有沒有 罵得很沒修養 有沒有 哎呦 這個師父 罵得人這樣 那比世俗人還會罵 世俗人還不會說你下地獄 那個師父還罵到說下地獄 你看看 怎麼這麼狠毒 有的師父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消你業障 你看那個密日八他師父 對不對 叫他用跳懸崖 叫他亂弄一通 叫他建石頭屋 建一個打一個 建兩個打一雙 那簡直那師父是瘋了 很沒修養 而且都不傳口訣給他 別的徒弟都傳走了 他這麼辛苦他都不給他口訣 不給他修道的口訣 看不起他 那這種師父怎麼會這麼分別心呢 連馬爾巴的太太 他們叫佛母 都看不下去 都怨老他先生說 這麼好的徒弟你要虐待他 偷偷的給他法本 給他去修 修不成功 沒有清傳那個口訣的修不成功 回來給他挨罵 溜了三個月你知道嗎 由師母加持 還給他盤禪 留去深山裡修 修了三個月毫無感覺 沒有絕受 就譬如這樣 那這些都是說得肉吃的做法 沒辦法 所以大乘菩薩道 他蠻生細的 但是核心還是那句話 無我 他連修道都無我 他連修利益法都要無我 他連安穩都要無我 他都不得不受 他能有道德的像最後也無我 說得肉吃 肉出瑕疵 凡夫當然肉出瑕疵 不凡夫他也要露瑕疵 他才要讓其他的凡夫 有空間可以修 世尊為什麼不在末法 世尊為什麼說 未來的弟子不能現神通 因為未來現神通之後 那沒神通的弟子沒飯吃了 他要保護那些沒神通的弟子 你因為有人有神通不一定有解脫 有人有解脫不一定有神通 你這樣現神通就甚反混亂了 會被好多人認為 這有神通才有道德 那沒神通的凡夫生 你哪知道沒神通當中也有聖人 好啦 那更慘了就是 既沒神通又是凡夫更沒飯吃 那將來他的法就會滅掉 所以世尊也不容許 也不容許你現 不是說神通本身不好 世尊常常用神通在度眾生的 不是說神通不好 但是你要去顧念他 所以菩薩很多種樣貌 所以你要看待你自己常住當中的人 每一人都是菩薩 他就是現凡夫相 他不會現聖人相 他在觸腦你就是現凡夫相 不 他就是凡夫 但他就是你的菩薩 他在讓你對眾生不捨 但讓你不要安逸 不要混沌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是這樣 這樣了解嗎 今天最重要就要跟大家講 這樣子的道理 從共住的價值到共修當中的發心 以及文思修要真正能得來用 這作為一個鋪陳的伏筆 講到後面來就是要你們真的能用 講到後面來就是要你們在大眾當中發菩提心 那麼這當中還要跟你們講說 以這個虛大師的這個公案來暗示你一件事 那就是他要我們傳統的佛教面對社會的大變動的時候 不能安逸於現狀 甚至於要說得肉吃 你看看你打籃球你看看 還去吵別人你看看 但他不這樣衝撞 你怎麼可能讓 繼續在傳統佛教當中自我感覺良好的修行 這產生反省 你聽懂意思嗎 看起來這個作用還在發生著 但到底有多少能讀出這裡的道理來 那麼這就是要看後來的人 那麼這當中呢 我們又提到了發菩提心的本質本來就是以 不為自己求安樂 當願眾生得離苦 當然有人會意味著說 那我自己沒安樂 我怎麼能讓他得離苦 是 這是一種兩難 所以我剛剛講是不是怎樣 你不是沒有道德 你也是說德 你不是真正 你不是真的愛那麼瑕疵 但是你得要肉吃 因為肉吃對眾生有好處 你才露出瑕疵 所以某一些打籃球的重做 是對眾生有好處的 他就是要做那個吃 瑕疵的吃 不是魚吃的吃 那種瑕疵給你看 那麼你在大眾當中想到個人修 想到個人修 你在個人當中共住 無論你的身分是職事還是輕重 任何觸腦你的人跟事 那都是別人在露吃在給你的 得利益 那都是你的菩提心之良 你都得要匯歸到眾生苦 我怎麼在當中學忍 我剛剛講有發忍有生忍 你得要學 不但要光是忍 忍還不夠 要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悲戀眾生的心 然後禦令一些眾生成佛 怎麼去悲戀法 你可以觀察整個世間的困難項 我說的今天的眾生困難 就它去中心化的概念很強盛 從思想上個世紀 民主化去中心思想 到現在的去中心思想 在電子網路當中也去中心思想之後 每一個人的我值的伸張是相當強大 也相對會相當孤獨而痛苦 這個時候你觀察了 人間將會更加的惡 你不應該因為這樣而害怕 而說更加的遠離眾生 錯 你應該更加的不捨眾生 不是要 不是要投入啦 沒有叫你要投入 但是不及不離 要不及不離 離不對 僧文法 投入那變凡夫 要像菩薩一樣 觀眾生苦不及不離 淡念眾生之苦 但不做凡夫 當然不會以凡夫之妄念而融入 但又自己不求安樂 不正入 僧文秤的果位又不會 要這樣 那在大眾當中修 所以你就怎麼樣 在大眾當中服務大眾 面對各種的挑戰 跟不愉悅 都要當作是菩薩的視線 導引我們發菩提心 乃至於他有過思 我們要念他的苦在哪 他的難處在哪 要念 這樣子的念 那麼這樣子 你的身心會一直在這個苦的挑戰當中 精進用功 不敢放逸 那麼為大眾的事 你就會起心動念想要承擔 不是勉強承擔 會主動承擔 你的心是活的 你懂得觀察世間 你懂得看一切世間 眾生都是菩薩 唯我一人還有煩惱 時是凡夫 但我雖是凡夫 我發利益一切眾生之心 願意利益一切眾生 我不求自安樂 我甚至於不求自己的表現道德 我都要為利益眾生 雖然這樣 但我又不能夠自己做個凡夫 完全做出凡夫的惡法 人家眾生也原理而去 可以眾生不理解我 但我終究也不是做惡法 雖然有時候會被眾生誤認為那是惡 那是他的誤解 比如我剛剛講那個 我跟道教朋友講說 應該要集合起來去抗爭 應該要集合起來去抗爭 去對那個電視節目抗爭 看起來好像是惡 有人也會批評說 你的師傅怎麼叫人家去做抗爭的事 我說抗爭是溫和的理性的 但是要花一點錢就是了 要坐遊覽車要糾擊一些人 但這樣做是合理的 那有人問我說 那要不要法師你來 你來戴 我說佛教也不燒金子 也不那個 由我來戴不太適合 但我跟著你們去OK 由我來戴我明不正言不順啊 不是我不敢戴啊 了解意思嗎 明不正言不順 又不是佛教在專做這個事 他對應的是放鞭炮嘛 人家會笑我說放鞭炮自己也沒關係啊 你揪一堆 你揪了五台遊覽車那算什麼 而且還一堆比丘尼 而且還上面掛著霧光金色 那麼好糗嘛 言不順言不順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道教他就有話講了 對吧 你直接衝著我們放鞭炮的事啊 這個時候我再站在旁邊幫槍合理 合理 了解嗎 所以不是我怕事 是某些事是衝的 我該做我就做 上次那個宗教傳體法 我就拉上去了 人很少沒錯啊 都是道教的 我說那個凱德蘭 凱格達蘭大道那個那件事情啊 對不對 凱道啦 簡單講凱道 凱道的剛剛說我就去啦 那我真的要去 因為是衝著佛教有關啊 那我就去啊 但這件事情是一個單一事件 但我覺得從單一可以表現一切 所以我還是公開說 有人就慢慢講那些閒話 我告訴你啊 一隻真正的老虎跟獅子 遇到一隻狗對牠廢 你說那隻獅子會不會生氣啊 看都不想看牠一眼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個在莊子裡又說 說什麼 這個一隻大鵬鳥從天上飛過去 有個 那因為牠太大了 遮住太陽 地上有一隻小麻雀 在那裡吃腐肉 牠就看到有影子過來 牠就 牠就牠就抬頭一看 蛤 大鵬鳥 牠就對大鵬鳥吼 不要過來 這是我的肉 你想大鵬鳥會理牠嗎 牠連聽都沒聽 對不對 連聽都沒聽牠 我們行菩薩道 一定會惹來一大堆 說你怎樣 說你怎樣 因為你偶爾要說得肉吃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這些你知道在做什麼 你為眾生而做 牠那邊巴拉巴拉巴拉的講 你甚至於說 你甚至於對牠說 謝謝再聯絡都不必說 你懂嗎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就好 這樣了解嗎 當然這不能帶惡心 我今天這樣講我也沒什麼惡 我說 他這都不了解 他以為出家事物就是什麼 言萬比比萬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整天這樣過日子 就對了 清燈目魚了此禪生 哪裡是這樣 不忍眾生苦啊 是不是啊 了解意思嗎 最後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好 那麼我們今天要說到這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這裡頭充滿了各種的道理 他就是教法裡頭的道理 你誦法華經也不理這些道理 十項也不理這些道理 十項表現出來的四項就是這樣 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大概你們也累了 已經好幾組人馬去小便了 有的已經去兩次了 我知道我有在偷偷注意 有人出去之後就直接沒有回來了 我也知道 都沒有沒關係 是這樣本來呢 我們這個要下去再來講 我們又不是講課 我們如果講課 是一個chapter一個chapter 可以停一下停一下 我們這是一個講座 你要停了等一下心就散亂了 還不如一次搞定 是這樣辛苦一點 好我們就上到這裡好不好 好 向下文常賦予來日 謝謝大家的掌聲 雖然有點凌落一點 好我們來回向 我們來回向 眾生無邊試驗度 煩惱無盡試驗度 煩惱無盡試驗度 煩惱無盡試驗段 法門無量試驗血 佛道无上是愿成 自归以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息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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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itelан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仁лаг 啊